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個獎集 就是說跟大家來一起共同關係 現在的香港的問題 還有這個歡迎政教關係的一些結論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到西大臺的獎集 一位是陳文詹老師 他一直以來也是對這個問題非常有關心 然後第二位是我們台下社會系的何彬邱老師 他最近因為 這個 他的有一本信書叫做挑戰美晉天明 然後得到這個獎集 人文社會特選專書的獎集 那這個媒體的下長標題就是說 因為老師撿到槍 所以得獎集 那其實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是說 老師不是只有最近才撿到槍 比如說他的觀眾這些已經非常久 所以說 如果你一定要說老師撿到槍的話 一定要用撿到槍這個形容詞的話 老師這把槍已經拿在手裡非常多年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撿到槍這個羞恥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某種意義上意味著說 你的這個行為 撿到槍這個行為 是具有攻擊性 是具有某一種程度上面 是具有這個攻擊性 他是具有一個想要挑戰權威 或者是想要說去挑釁這個權威 就像老師所說的那個 挑戰美晉天明一樣 但是 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行為可以叫做撿到槍 被任務定為撿到槍 這件事情經常都是行為做自己可以決定的 老師只是就他的研究心去寫了一本書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辦法去馬來西亞 對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被這個媒體認為是撿到槍 其實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宗教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說談這個 整個教外 或者是說這個基督教在這個香港 特別是在香港這種地方的地位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希望 香港的教會有一個傳統 就是說希望能夠保持某一種程度上面 證教育 可是我們也知道香港的選舉院 有沒有很特別的東西 對台灣人比較熟悉的 叫做一個功能組別的東西 那他會能夠影響力 他能夠具有某一些這個 體制內的決策權力 光是這一點就註定了 他不可能會自身於這個政治權威之外 所以有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你沒有辦法 離開這個政治權威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會被認為撿到槍這件事情 經常有一次他們自己希望 守住哪一些地線或者比如說 守住某一些 比如說我覺得我可能會觸犯到權威的這個 這個東西來安全運 往往是這個有權力的人 或者是說北京當局來認定你這個行為 到底是有沒有算是撿到槍這樣 所以說我們今天很高興就是說 兩位老師來跟我們討論這個正教的問題 然後或者很多相當的問題 那我就不擔心太多時間 那我們就先請這個 何老師來 跟我們跟大家分享 他是如何被撿到槍 謝謝女兒 我是文明修 大家好 我其實非常感謝你們 如果有機會來這邊跟我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觀察 以及這一次的香港運動 那剛剛也有人知道 其實那個事今天 這個禮拜三發生的事 然後我就總願意領獎 那我上台的時候我就說 這數是關於五年前的太陽化 跟衛生運動 那現在會對講 我覺得是因為撿不到槍 啊其實這都是那些計畫的 我自己真的覺得撿不到槍 因為我自己是 今年一月出版的時候 如果我回過頭來看 那個時候香港的反對運動 公民社會 其實都已經看起來就是 會打到非常 呃幾乎都沒有反彈之力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暫中就是 全換 集中帶頭 在那兩位老師 可以看到十六個月之一 大家想像的很重 那在那是四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六月的時候 整個 一個非常非常大規模 的運動就已經爆發了 從六月期到大遊戲 那今天十二月八號 在香港 也有一種大遊戲 大概三天要開始 所以是四個月以來 第一次被允許的 游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運動其實還在發展 發展它 那我自己能夠 我自己是研究社會運動 所以我能夠談的 就是我看到這個社會運動 它怎麼樣 從那個時期 走到這個時期 那我想再做可能很多教育 很多 經常教育會有 比較關心政教的問題 那我可能這個問題 一定要請陳文山老師 等一下後面來 來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也是把我學習太多 因為其實教育在 其實在五年前的 甚至 就是2013年開始 讓愛玉和民 佔領中環 這個運動的時候 2013年3月的時候 就已經是教育 一樣都已經佔領了 如果你看那個佔頓扇子 他不是在於 基督教教育裡面 然後 還用愛玉和民 我覺得非常基督教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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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到五百年來去 強調說 為什麼這 五行運動是在這個 公教在裡面 是扮演的一定的角色 對 那我想我 我自己是做社會運動 分調 我想我的產社會運動 不知道讓大家看清楚嗎 好 所以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6月9號 這個其實4月時候 2月時候 那個 逃犯台灣令人送出發 那大家知道 每年是因為 假借你們在台灣發生的 民安 但是 香港政府跟台灣沒有一部條例 所以 台灣1、2、3、4 韓國 後來 今年2月時候 香港政府出現了一個條例 其實是 大家都嚇了一跳 原來是 不只是說 在香港有一個居民 可以被 只要中國的司法機構 有要求 就可以去送到 也包括 在香港的外國人 是上級 包括 在香港的機場 轉進的國際旅客 所以 這個看起來是要說 你們在台灣發生的 因為沒有一部司法 很多的條例 但是 出現同步量很大 所以 所以 之前就有慢慢的反彈 開始有很多團體 學生 律師的接 但是6月9號 大遊行是更大的 一開始都是 103萬 那到6月12號 因為那邊流行 結束完之後 那個 政府就說 11點鐘馬的聲明說 我們 禮拜三 就是6月12號的審查 要無期進行 那進行的結果 就是那天晚上就開始了 11號晚上就開始了 也看到有基督教 上聖盒 上去這個晚上 那天早上就開始 那個金鐘就是他們的 這個立法會 就是開始出這些 奇怪的車禍 然後 故意的車禍 然後主委 大家去包了 那天後來的 警察動 發生150個車禍彈 那也是因為包圍人間 我們那天問一個名牌 對 那 6月16號 已經我們開始了 280上街頭 7月1號本來 就我們那天得有基督 一個遊戲 那天晚上我們從來 立法會議區 立法會議區 然後大概在那裡 呃 大概在那裡 大概在那裡 呃 宣佈一個 宣佈一個 金鐘宣佈 強調他們要整理 那真不久 就回到 呃 4年半之前的那個 雨傘運動 所以 其實在6、7月 6月的時候 那其實上還少了 但是這個 呃 一下就 中部局勢就升高了 嗯 那 呃 幾個大事件 我跟大家講 721連天就是大家發生 知道發生的那個元朗 白夜的攻擊事件 其實在這個事件之前 抗雨傘運動是在香港大陸的時刻 去暴力 暴力 暴力 然後這次還已經攻擊那個 無尊 總化的無法國國國會 但是 有些人 做節目齁 回到新界的時候 在原來 一下下 就遇到 三百位 可以 新界黑幫 就開始衝到 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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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在裡面 那警察 他叫一叫回來 四十分鐘 警察都一樣 然後警察還會是 他們回來 拉下來 所以這個就 被人家講成是一個 警培合作 在之前就已經都傳出來 但是721大概是 其實是一個 這個畫面的感覺在很怕 那個 黑白夜的通話 其實在裡面 看到了什麼 他連電影幕 會穿到第三個馬 這真的是一個 他警察不動 都知道 還有一個 跟那些黑夜 白夜說 還是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 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所以8月5號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大的 霸工 他們雖然還 霸工霸師 霸工 但是那個時候 是一直沒有 還是保守一下 所以真的是霸工 然後他們 有七個 幾個 他們算算大概 三十幾萬人 其實是居裂的那個 但是香港大概 從六七霸工以來 第一次 有史以來 最威國最大的 我們正式霸工 那也因為那個 機構也是大 很神奇 所以八月十萬神奇 他們就圍機場 導致相關鍵的效果 內量的效果 就可以進去 那 剛才講說 12月8號 就是今天 是 四個月來 第一次 能夠合而民 被允許的 優勢 那上一次呢 就是八月十八號來 四個月前 幾乎是四個月前 那 還要申請優勢 不過現況檢查 讓他們幾位 所以一百七十萬的 號證 叫六歲神奇 或者大強 就出來其實 那變得優勢 那八二三之後 他們去學摩洛蒂 和聖教工具 那個雲南圈 然後人煉抗議 然後還有人跑到四個月前去 那八三一又是一件大事情 一再生前 你有看到黑刀開始攻擊 那八三一的時候 有七位瘋狂之後 以及三個地方 都被抓 那八三一就是一個 很大的優勢 抗議 那在那一天晚上 就發生這個所謂太子山事件 你會看到說 雞肉夜市 黑道一直打來 八三一是警察 走到 呃太子山去打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相信 太子山那天是有死的 但是鋼鐵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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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就是 後來從八三一之後 幾乎每一天 都是有人在太子山 那幾乎每一人出口 去一下 鮮蛙 其實動物 啊 動物像一堂一樣 這類有很多人就 拜拜 上下 還有人就收錢 只是幾乎 像剛才上下 那九 九二九三 因為九一才開學 其實九二九三就開始八 包括這時候中學生 就開始參與了 所以很多中學生 在校園的路上 我在校園外面 收錢收錢 那九二九這場 在校園是一個 捐救反對的集圈 大園 台北 台北也有 那天台北是個一百天 還下巴黎 那從地下巴黎 就出發 那我問我的朋友 就說 他們在出發前 走太安 算了一下 就是 計下一個人數 大概出發後有七萬多 好 那我覺得其實是蠻特別 比如說台灣 而且天氣又漂亮很好 我針對一個 其實不是直接相關一 有七萬多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OK 那十月一號 因為是中文化的 包括國際 所以是一場大堂證 在這場堂證 裡面第一次有人 被檢查的實彈射到 而且是一個中文的軍事 他差點十秒 OK 那十月四號就進門便利 那一天 那一天是大概早上 之後開始放消息 中文開啟的 會 從十月五號凌晨開始 就執行 所以那天晚上 是 18期報道 聽完 那十月十一號 陳諺 那一天也是一個中學學生 然後他情侶死了 就是那一天才爆發出來 大家想想怎麼可能會他會自殺 這十個時間 那真正確定有死亡 而且身警察有關是這個周治的 他是一個理工大學的學生 他那一天就是在將軍到一個抗議事件 但是他發現他就從電子檔掉下來 然後11月4號掉下來 11月8號死 就確定是真的第一個 所以你看到沒見識 所以那天從那個8號 然後9號都傳出來說 有女生被警察強暴很多男生 所以大概從 11月11號就是那個禮拜 連五天上在抗議 就開始危險 那大家會比較注意到就是 11月4號中大打來場 也是因為中大打來場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學校 開始介入說要收納 收納這些香港學生 那香港的學期 就因為養育期間中斷 提前兩到三個禮拜 就馬上了 那在那個禮拜之後呢 禮工大學都發生 包圍13年 一直到11月13日 就算是循環之後再接觸 好 那這個 比較晚前就是11月2日 大陸大選票區議會選舉嘛 那真的是一個民營的大寬 民營還小 還只有四十幾趴的投票率再多了 二十五趴有七十億 那比台灣的 上一次的總部大選 只有六十六趴還多 好 那你可以知道 真的很多人真的很生氣 然後從初來接觸的時候 這個民主派三百八百 在這次選舉之前 在這次選舉之前 十八五十二十幾趴的危機 已經被全活動包圍了 這比五四年前 四年前又有雨傘運動 所以又上了民主派選 但是這次又超過那個 甚至很多人都民進全活動 他可能就被包圍在林大 前後包圍在林大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個 相當的民營是怎麼樣 怎麼樣配合 這個是目前為止的 也是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 北國的香港人權民主派 之前是中原選舉 然後殘元英偉 中文拿出的事件 集中的審查禁止 那後來英偉 也是因為去英偉選舉的時候 中國中原選舉 所以未來 以後會被香港人權的懷孕 會被制裁 包括他們 跟在美國的制裁 是不是能夠移民民法 是不是附近美國 以及香港附近的特殊地位 以後變成是美國 每一個都要審查 這個法案是真的對 讓香港政治派 量刑 北京會同的 如果接下來 問一下我們持共將 我們摸著馬來 我們接下來要去推行 我要去澳洲 我要去加拿大推 我要去英國 那等於是 因為也是 因為美國 美國在1992年 開始一個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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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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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立法會審查給暫緩 其實那個時候香港審查 都拿起來公共150個就一代 而且那天下午 是將來政府的開啟者會說 這些人是報到的 那在香港法會裡面 要報到最低碼到10點 就遇到10點 所以1月的訴求 都是說要撤銷報告的 並行不止6點 因為後面還有好多事件 其實這些人都會被報到在一起 然後還有施放被告 到11月28號為止 已經有5800多人被 那尤其11月10號蒙面令之後 抓了結果是什麼中學生 你會看到最年輕是11歲 恐怖怎麼11歲也可以抓 到77歲 跟年輕人蠻多的 那第四個就是 現在講是兩個不利調查 追究警察 因為看到6月12的時候 警察就是動用非常非常 不僅僅力的暴力 那這個訴求就是 整理一個不利調查的未來 去調查人家 我們極有壓迫財力 這些每一個世界 其實是 如果你看香港的不利調查 他還窮成的都支持 連很多建制派也支持 但是到目前為止 香港政府是真名啦 而且你看到就是說 習近平總是中間會下達的資訊 就是報紙跟文物資訊 你其實給警察更多更多的收集 也包括10月之後 其中他的警戚發展 其實說實話很多的 比如說我還斷領亡屋 我現在一個人我抓而已 我48小時 其實我就要放了 可以延長到 你說他們從一延長到72小時 或是更久 所以抓了什麼需要一點 這個這些或是斷領亡屋 這些宵禁 事實上現在4月之後 就實質宵禁了 因為很多時候4月之後 是連到沒人提醒 就是說這種 其實以後只要是 多新政務會議 就可以實際上進行 這等於是一個絕業停止 那第五個訴求 這個是在7月1號 中華立法會之後 兩手跟兩手 那個是同學 就是叫雙同學 有特首跟 特首跟立法會議 立法會議 這個其實基本上就是 被雨傘訴訟是一致的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或是跟五年前的 雨傘運動比較起來 其實有一個扯認狀況 因為這次講過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 大打的意思是沒有打招 因為在 雨傘運動的時候 就是說在監控有大 辯識的女生發 大家的講話 大家出場的一個 一個東西 所以這次是沒有打開 很多都是我們無上號召 或是隱私號召 連根是他們的分開 所以舉例來講 就11月1號 大概一開始每一個狀況在等 到11月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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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臺的LNR 他就要考慮說 明天11月16號 大家還要 還要再LNR 所以大家不要去 大家不要去 所以11月6號 怎麼會去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 通過一個聯書 有不然 其實通過一個 黃紀平台 他做了決策 那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其實沒有中間 我們雨傘運動 開始 和平 而被暴力 但是這一次 你會看到就是說 等一下會看到 1-2-4中間 慢慢地 而且雨傘運動 是個佔領的 佔領的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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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酒的時候 你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原來也是 甚至誰啊 但是 你這樣只不過久 你開始變得防鬆 你可能要面臨 就是非常的騷擾 海盜騷擾 然後你們的時期在流失 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次變成就是 欸 他們叫米娃子 然後多麼待眾的抗議 然後不同地點的抗議 這次蠻厲害的 然後 平常的時候 有很多的E-lunch 忍練啊 有很多同學生忍練啊 有去賣點唱歌啊 有去賣場哲哲哲 但是多麼的時候 就變得你還是很緊張的 非常 張力非常高 對比什麼 這是互相能力的行動 那這次你也看到 有很多特定學籍站出來 律師跟醫生 律師特定學生 律師跟學生 這個在6月之前就有一起 有那麼多 但是後來 就開始進入 開掌聲堂 那後來 越來越多的 不同界點也站出來 比如說媽媽 他媽還有學生想吃 因為林正將一些奇怪的 想法 媽媽喔 小孩子過來媽媽教一小孩 那林正將成功 他們出來守護這個小孩子 醫護人員是 因為從一開始的時候 檢查就 衝到計程師去抓了 甚至後來 你看到很多光怪用力的事情 什麼 醫護被抓到 醫護太離婚了 剛才破掉 所以 警察還噴到一些 噴到那個 彩虹的人去啊 真的很奇怪 所以醫護人員就覺得說 因為整個型犯 也是尊重我們的專業問題 所以醫護人員站出來 然後計程 計程在線線都會打 那公務員是因為 九二一四 七二一四件之後 很多公務員開始在網路上 秀出自己的ID出來 然後從 要跟這些 就事不大什麼 所以 然後甚至八月四號 有一個 公務員的機會 是真的還能想像 相當公務員 一代有很高 那航空公司呢 那從 在七月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抗爭 然後 八月五號 有 812 813 有在機場的波動 但是導致的結果是 叫 國泰跟港 很多的被解骨 很多被解骨 很多被解骨 很多被解骨的原因是 因為他聯署上分享 你們抗力的訊息而已 對 那中國政府就說 因為你們這些 你們航空公司 也有支持這個本作 所以影響國內 影響中國的 飛行安全 所以要求國泰權 所以國泰權 也會死掉 對 那 壞機界 金融界 都在中華 不一定的話 在那邊 比如中華社會 寵物族 寵物族是因為 他們警察到處 丟我追了蛋 丟我結果的時候 我家裡有包小孩 跟 爸爸媽媽也 同學 小米也在 譬如說 唱歌很好 那只是給大家看 一個菜市場的日常 我十月九號的時候 我去 十月九號的時候 就是大家看到 然後最上面一個就是 那一點 衝過去 然後有幾個被記者拍下來的 幾個VTO的Clicks 那看起來就是非常可怕 那警察講話就是說 示威者 偽裝成為私 這是一件最恐怖的事情 示威者 本來就是私 你說是不是有偽裝成為 是他們的私 那 剛好十月九號到我 我覺得那個迷頓到 上上下下 所以我就看到 我早上中 跟晚上 我早上 就在上下下 就在上下 就擺了一個臉 在裡面 上面就是 香港 香港知識 到我中間 那是中午的時候 我其實當時做工程 所以我從上下下 就是真的有四個人在那邊念經 那這到晚上 晚上的時候 你會拿油錢 哇 拉筑哇 然後他被你念頭 然後這個到臨時之後 就被清單 第二天叫做不在 還是 我們已經都在進行這個事情 那到現在 好像 我聽到前天嘛 香港立法會 民主派議員 政策的那個 建制派不在 通過議案到 不要說香港民眾夫妻 DCTP 那這個現在還是不是一直 8月30號的事情 現在已經到12月了 還這個事情 還沒有 你想我們台灣 那個2013年的 洪中秋 只因為國防護幾個陣營 已經壞掉了 美國政府的時候 25萬的展現 那你可以想想到 那個香港政府 真的因為他完全沒有 運作可責型 他真的是亂搞的 那引爆資料 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這個運動 其實後來會實行下去 真的是因為 香港政府 我覺得是蠻蠢的 或者他放任 他電警察 高度是授權 所以警察 基本上在現場 他為了職包職 做任何事情 都被進去 這個結果 他也導致不斷的目默 這是一個 一個 來設計的 就是11月20號 這是一個 酸醉來講 因為過去六個月下 發生態度是一個 是一個很大的 但是情況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在11月26號的時候 那個 民間人權這些的造型 他有被一個 南亞民的問題 就是這樣12月被黨 他後來當日軍委員 那為什麼 會有 不管是誰 共產黨啊 黑幫啊 中聯班啊 還是香港警察 反正不知道 比較多這個 香港的 南亞民的人 去攻擊 這很明顯 就是要挑起一個 族群的 矛盾 或衝突 對 對 那10月24號 剛剛好像發動 九龍遊行 所以中間下去 往北走 那中間會經過的就是 大概要在那個 重慶大廈 對香港有少數 民族移民啊 偷渡客啊 甚至那些 很具體的地方 所以當初就往上 會搖成說 這些示威者 會不會幫他 保守去攻擊 結果發現沒有 第一張照片 就是要被攻擊 第二張照片 就是在那個 重慶大廈門口 在尤其隊伍進步的時候 這些 南亞民的人 都出來說 我愛香港的 我是香港的 他們發水 還來播放那個 抗爭科技 表示我不指示你啊 那接下來 下一次就是 這個 很懶勝 這個 就是在往北走 剛好 接到九龍遊王北院的 香港警察室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其實 他們隊伍都經過了 沒有人啊 警察室門口就 站幾個 警察室的長老啊 記憶者 你把威嚴嚴 然後 你噴水之後就經過 就把水杯往他噴一下 這是很故意的嘛 你看到你 就噴他 爽他 就插進他 然後看到他 爽他就中了 結果發現什麼是 這個真的是 烏龍時候 然後後來說 那一天下午呢 就是 市民自發去警戒 因為你用這個藍色 用很多藥學 其實就是 所以這宗教來講 是這樣子 打斜 市民去拔斜的感覺 然後警察後來想說 喔 糟糕我都不犯了 他還沒講說 喔 我是誤重 那個你會看警察後 會覺得比較誤重 因為你會看警察 就比較誤重 然後我現在是說 市民去拔斜 然後警察要看警察 我來幫你查一下 到第二天 這個身邊的判斜 也各有一個判斂 那我只講 這個藍色性 真的是 受權 就是在街頭上警察 你高興做什麼 就做什麼 那你不斷的把一個 修法邏輯變成正式 那我就 histor 那我過去其實 因為他們使用武力 那我覺得武力的使用在法律上 在文理上 或甚至在策略上 都有很多的辯論 包括這些苗文 暴力來賓 比如說暴力包括什麼 比如說你攻擊飼料 你攻擊意見不同 或是有些事來鬧什麼 有些事來陪到 那比如說包括裝修 那個新政府的電 或鋼鐵 以及重工 以及燒 以及包括 六七六站 那這件事 武力上武力上 策略上可以佔主要 但是我覺得暴力是 逐漸升級是由它 脈絡過去 那我們這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你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砸斗 什麼樣的 這是因為 六月的時候 你們問到 像剛剛你們知道 就不要發砸斗 就像台灣的砸斗一樣 你會被建議進出世界的地點 所以他們要挑砸 因為你每次買單 就不要太麻煩 所以就潛流在那個 那個 這個 那個砸斗機上 就是第一張 第二張是 第二張是這個 八月的時候 因為八月的時候 好幾次香港檢查的 偵造問題 某些地點在你 地點在裡面 釋放這些連帶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 最猛烈的事 所以那問題不是要 先行動 行動武力他們 接躲 跑到地點在裡 在地點在裡 那這時候就有 做港鐵的員工出來抗議 說 你在這個命名空間裡面 像釋放著 無性微採用 我們就想活動進行動 然後 港鐵 然後有些居民 有兩戰居民 就自己發行說 好啦 港鐵不適應 我們自己來前面 所以你看到有 來前面 但是後來 在八月二十一發生 這件事 就是運輸爆發 出個聲明說 這港鐵免費運送爆發 那因為香港 港鐵在 中國有很多的條線來經營 在美濟在上 所以都會怕到啊 所以後來的八月五十一的時候 就發現說 你要在哪裡遊行 我那條線都不開 那真的不行 那你去不了 或是你要 遊行結束之後 你要跑跑掉 那再加上馬山一事件 所以後來就看到 從九月開始 世衛者就開始 看到 第一節的攻擊 就燒了 所以從 之前還覺得說 我要留錢 不知道這樣 這是多久的時間 兩個多月一時間 非常快 所以 我第一次會變這樣子 這是暴力的動作 那另外就是 我有一個大家想說 呃 這宇宅運送的時候 大家還在講說 公民抗議 就是台灣講公民不服從啊 你會想說 我們服從台身分啊 沒有人帶公召好不好 而且我們之後 都會捏手帶來 甚至他們講說 我們不要依靠警察的局 所以他們 呃 警察來的時候 我就身體放鬆讓他抬 甚至他們也相信 有時候法庭會 管我們公告 他們香港也是相信法庭 香港人像台灣政治人物 只要會有案情 就說死法後來 香港人都會講死法後來 香港人覺得法庭是共證的 但是 但是隨了雨傘之後 一被派遣 王智峰都被抓去管他吃啊 但他就開始覺得 還不敵他 不敵人 你還相信死法後 你還不敵他 所以後來就看到說 上街頭的警察 都被派遣 全部都是瘋起來 全能穿黑色 一個大的狗人物 這個進化是非常不安的 那而且我還覺得說 這個梁佩吉 就是香港文化家的 宇宙現在還在監獄 因為他很悲傷的 被派遣 他當初就講一件事情 他當初就覺得 雨傘會心的失敗 還可以暴力什麼 所以他講到暴力的邊緣 他為什麼講暴力的邊緣 他是說是台灣 當初 在梅里島時間的時候 斯密德 姚家文這些人 他們提到一件事的時候 國民黨 都說我是暴力人 但是 我們就要採在暴力的邊緣上 我不用暴力 然後讓政府先幫助我 那這是 我們這個是 楊天吉他把他 用轉變之後 他就說我們也是要用這種暴力的邊緣 我們要去挑戰政府的意見 但是我們沒有暴力 那政府一定會出錯 這時候出錯的時候 就會 我們一定都會進去 楊天吉在建議裡面 他過去用一月以來 他只有發揮一空氣而已 那我看他在建議裡面 只是知道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覺得從 用一月以來到現在 蒙成過去 或是會入行 就是暴力的邊緣 蒙成這些狀況的限制 他知道這個原因 可以長出 那不見身高的暴力 那不見身高的暴力 還流移 射速上 後來就是 汽油彈啊 然後回台服務室這樣 甚至有中東小的疫情 然後 數個小的疫情 那抗疫甚至有中東小 對啊 這是所有的I-I 就是給I-I 都會有這種模式 這是無力抗爭的 所以你看包括那個 到十一月中 中大戰 中大肆 中大肆 一大肆 的時候 那是包括一些非常 平常的教授 林肺的這些群眾 他們在幫忙 傳遞什麼物質 汽油啦 汽油彈啊 所以 校園裡面 就是像田正月娥來講 大學園裡面 變成軍火 莫子不知道在裡面 總是 很多學生 就在校園裡面 練習丟汽油彈 所以如果你後來看 越丟越準 這真的是可 這次的地圖啊 大家可能拿不太清楚 我覺得這個運動 還有很特別的 就是說 他原來 雨傘運動是 旺角 新中還有同個萬聖的戰力區 以往六四 管會 或是七一 有些都在港島 但是這次的抗疫火中 是散到各個地方去 上水啊 比較簡單 那就是 越界的上水啊 或者比較遠的元朗啊 湘軍澳啊 什麼這些 往大圈想想到 沈水湖 這些地方都不是 如果你手機香港 其實都不是抗爭熱門用 但是香港也是抗爭熱門 香港的戰軍 抗爭熱門其實無所不在 因為這樣子 其實韓國軍不應該 出到村內 對 那 我們七月之後到處用啊 然後 因為警察看到連結人就抓 所以那個街坊也是 譬如是深淵他們啊 然後 這張圖是那個 八月的時候開的 他就 有人貼著說 當居民遇到村內在當 過兒子民 第一個已經關閉冷氣 然後去閉門床 下一門床就瘋狂發曬起來 一塞後人已經中水了 中的話趕快去洗 過了幾個小時 我們五十五在看醫生 到處貼什麼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人對香港的衝擊 是蠻大的啊 那各區都有 各區都有他一定很強 或者是在八月之後 有一個能光徽香港的一首歌 所以各個地方 我們都可以去唱那個 尤其是香港的中庭 然後有地別出來的中庭 然後 這個麥搭 那個麥搭上場的一個中庭 在中庭那邊 大家約到八點來唱 然後 又是立體的 看我看的地方 撞去一場 然後又上上下下 然後 而且你在唱的時候 我們還知道其他香港人 在別的地方上 所以它是凝聚出一個 就我不用到一個抗爭中庭去 但是我在我自己做的社區 發揮一個 這個想像的功能 我跟其他人也是在同樣做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次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那包括揽槽 然後這次去 揽槽意思就是說 這位是最實在比較多 那 教育的時候要學習實在 對 然後 也發現就是說 雨傘運動的時候 譬如說 醫院都叫那個 學生看話不要在站點啊 大家迷你轉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民主派醫院 也提到後來 後來很多 因為政府一直想好 讓女朋友 比較合流 女朋友 但是我覺得 這次真的大學 要雨傘比較多 對 然後因為沒有領導主要 所以政府抓到後幾次的 後幾次領導層會被打 在這邊都停不下來 因為運動發行 不是這些人 齁 那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他那些塗料人物 還不改做 要跟外國的實力接觸 所以大家有些人 講雨傘革命 有人講雨傘革命 其實運動就講 自己先講 然後說 我們是雨傘革命 因為他覺得 莫能感到會知道 顏色革命就很害怕 所以我們講話 叫雨傘運動 這是雨傘運動 那個時候 我們年紀是這樣子 所以處處想說 喔 北京不要這個 這個問到這個 我們稍微 但是這次呢 就是到處去國外物貿 黃詞中來台灣就說 他那個國外賓 美術就說 那個人接民主發案 歐洲就得國國是這樣子 他不能去意大利 他跟意大利私訊 意大利過未 他過於平常的法案 所以到處勾結國外資 最後一張照片 這個是 最後一張就是 在太陽花 是有排的 哪一個相當的人 就在這邊 還跟他們說 說不是香港人情 台灣他在 我們的實際上想自己未來的地方 另外台灣也說是台灣跟我們一起去相關 那我也覺得說當台灣說 今日香港也是台灣 我上次才遇到日本人 日本人說後天都在一起日本 那這次我還更早 今日香港昨天是西藏 所以就是人情相關 對 那我們其實面臨一個 是一個擴張中的解決 然後那很多香港人也覺得說 你不要講什麼 甚至台灣人不是香港 香港人是話一樣 我應該講其實在台灣其實是香港的 我覺得其實共同跟你們有多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是做台灣人的 是非常歡迎印象當第一題的 其實我從7月底回到台灣之後 我昨天晚上算了一下 我還去馬來西亞 對 最後完了這個 因為陳文山老師叫我這個印象 所以我大概 這是我第18場 我算一下 但是我今天不會再講 這個關於香港 因為大家真的很關心 我其中生常是在馬來西亞 我上去那邊去馬來西亞 那 反而我覺得情況是假如說 全世界這個運動 就有看到說 全世界 這西方國家基本上 對這個運動是無限的 不同的情侶狂發 你看那什麼MBA事件啊 什麼電管暴風事件 可以殺人家或什麼 或者是整個事件 因為這上面的輿論是很明顯的 這也是支持相當的空心相當的 對 那這也涉及到 比如說五年前的時候 五年前的習近平自己黨權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揮出的國家主義認證 那五年前都西方也沒有講 什麼瑞士像豪 這是2017年才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一陣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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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過 澳洲都發現 有什麼無聲的呼吸啊 親呼吸啊 這都是這幾年在出現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語論在騙 但是我也覺得 有些人家經常會就是 因為上面就有 剛好具體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馬來西亞 反應了就是說 我覺得狼南亞越來越成為 一個中國的後面 我講說 馬來西亞他想 三千兩百萬人 大概225個都華人 只有華人的關係 關係香港的事情 但是在五年前的陳明洞的時候 其實香港 馬來西亞的華人 還沒有任何支持北京 支持香港的支持警察 但是這四句呢 我問一下當地人 當地人大概八十個華人 都支持警察 九十個華社的大概都 所以我 他們早我去是 今天三月再講好 我要去 只是五八月中間 還沒聽 就說 反應中華我們講反應中華 結果因為反應中華 他們決賽很勇敢 通過大使館 打電話到邀請樓的單位 以及協辦單位 所以他後來一直取消 我就去不了 然後我去不了 但是像馬來西亞的華人 尤其年輕人 青年團體也有比較支持 所以我後來還是去 只是改了接辦而已 那 那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覺得 因為問題跟努力解比較 因為以前真的沒有 一代一部 現在一代一部 所以我馬來西亞人 就學了 中國是幾位 另外馬來西亞人 其實因為是 長期以來是二等狗狗 所以他們一直覺得 中國壯大之後 是可以當裡面 他們保護 所以他們會馬來一起 那我會覺得 這是個比試 所以真的是我聽到 看到什麼 很多 反對我去的 說我是台獨學者 喔 然後 在我臉書上留言說 和民主 國人不是不乃牛 我都還不去動 這些 其實很多人是 過去 在馬來西亞被灌過 這次犯 但他們現在會比較 同情的 這不再打開 還可以再去做 所以 我真的覺得是 因為民主主義的號召 把民主主義中國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實 很不可避免 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 因為通過這個 反送中路動 折射出來的 國際政治 真的是一個很廣大的 所以我覺得 未來的世界 真實 越來越成為不外 我覺得像 美國中國的 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覺得其他不一樣 可能會很解決 那世界上會不會 因為香港 然後出現一個 對中國的 新的威力 因為在香港 你知道啊 西柏林 西柏林啊 叫他可能 北愛爾的話 他又可能 巴勒斯坦話 什麼的 這種想法 其實我們都借用一些 國際的 不斷重複的 但是我覺得 對中國的影響 非常大 習近平真的在這裡 會是 因為我們開始想 我們提到這個辦法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講到 這個問題 那謝謝老師 好 謝謝何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請 陳文山老師來 呃 為我們就這個 增加的意義 來做一些 分享 謝謝 對不起 我覺得今天好像 大家可能是 源自於一個 美麗的錯誤 這 呃 我們關注的是 香港的 現況 特別是他 在區域會選舉 結束之後 最新的一個狀況 就是 理工大局有以前 都可以有 五拍被 被捕 然後那之後 就是 這個街頭抗爭的路線 都不會 就是轉為 在市內的改革 這個路線 那這個是 台灣過去的民主經驗 一確有不少的人 是這樣期待 因為 因為就是 發現就是 在 區域會選舉 這天之後 香港警方的 鎮壓的手段 都並沒有減壞 甚至那個 鄭明強 還跑去了 中國 如果沒有追蹤 最新的消息的話 他還跑去中國 然後就是 就是 備受讚揚 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那個 那個 香港 指暴之亂 警方指暴之亂的 這個手法 備受讚揚 所以大家可能 是希望聽多一點 那個部分 那我其實準備講的是 我有跟那個 文明秀老師講 我準備講的是 跟文化有關的 好 我要先講的是 其實在 在香港 就是這個 非常多的人 在最近 會開始談論秦始皇 從 從於閃運動之後 到現在 非常多的人 會談論秦始皇 那而且 談論秦始皇 最多的時間點 應該差不多是 2018年 2018年 那所以 那秦始皇 修長城 然後 孟江語 烏風長城 這個故事 其實還蠻耳熟能詳的 那 所以 在香港的體驗裡面 那個 萬里長城 其實就是 港珠澳大橋 所以就是 你搜尋一下 你會發現他們 在這段時間裡面 有一些人就是說 港珠澳大橋 在修建 從2009年 修建 到2018年 這段時間 就是 有非常多的 人 就是非常多的 公有 刺傷 所以他們其實把 港珠澳大橋 預作是萬里長城 那然後 你有了萬里長城 接下來 還需要用孟江瑜 誰是這個 香港體驗裡面的孟江瑜 是王全璋律師的太太 這也是在2008年的時候 在他們的美品上面 有人寫文章 這樣 王全璋律師 是 中國的維權律師 他2015年的時候 被逮捕 中國 控告他是 涉及國家政權罪 截至目前為止 他還是 就是 那個 遭到這種 嚴厲的看管了 那他那個時候 其實是為了一些 特定的宗教團體 去進行辯護 然後他是 反對中國的復刑 那所以他 2010年 遭待後之後 2018年的時候 他的太太的問題 4月4號開始 就孟江瑜要去 要去巡夫了 那他是從北京的 洪四村門口一直走 走到了天津的二中院 那時候 王全璋律師被 擠壓超過前日 那他 這一段旅程呢 據說有一百公里 這麼長 那他沒有坐車 不是因為他真的想要 效仰孟江瑜 用走路的去 找他的帳門 他沒有坐車 是因為他如果坐車 購票 他刷他的身分證 那麼 就不用 不用別人動手 在整個復刑 過程上面 一個螺絲釘 都會自動啟動 阻止他去 阻止他成功的走去 打他的照片 所以那時候 報章夾志上面 這樣談論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講的 就是他說 夢將頂孤島暴起 李文族就會孝道暴恐 李文族會孝道暴恐 李文族會孝道暴恐 所以現在你知道了 有萬里長城 有夢將頂孤 然後 有沒有什麼事件 可以被類別做事 焚酊坑辱呢 的確是有的 唯公理工大學 然後就是中文大學 這件事情其實悲痛尋常 就是看人類的歷史上面 就是很少有這種集權統治的政府 就是做的這麼赤裸裸的 就是公當一個學律 尤其是香港的大學 理工大學 中文大學 都是在世界排名裡面 百大的這個裡面 雖然後來他就是引發了 全世界所有的學者 包括Chomsky 或者Chizek 就是奇傑克 或者是那個 甚至很多的 那個女性主義的學者 就是憐憫 就是指責這件事情 好 所以 所以在他們的這個文章裡面 他們就這樣談過頭 他就說 中國古代有夢將頂孤島橋城的故事 如今的香港人 正在用哥神呼喚兩者 換真意相信老天爺 能聽到他們的呼喚 其實民主國家的自由之聲廣播 幫助推倒了柏林莫斯科的紅牆 伴隨著大陸三億多民眾 推出共產黨後親團 少先隊 守護香港的運動 也必將融入在全球反共大網路中 大家要同心其力 一起推倒中共 認定紅牆 那你會發現 但是我舉的這些例子跟你說明說 對於香港人而言 就是 這件就是 他們正在把他們的生命故事 他們遭遇的事情 就是複寫在秦始皇的包證 然後孟江雲的 枯風長城的 這樣的一個 那個 情節裡頭 好 那 那 可是在 也同樣在2018年 也同樣在2018年 就是 有另外一個版本的秦始皇 也被大量的 就是宣傳 在 如果說 李文竹 4月4號開始走 那 同樣是在 4月的時候 2018年4月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版本的秦始皇 是在 香港的媒體 跟那個 文化界裡面 被廣為流傳的 這一個劇本 叫做 《秦王弘江》 他是香港的一個 所謂的氣功大師或學學家 李居民 李居民 臺灣現在也熟悉他 因為他還 他還把樂劇 邊寫 寫了一個 那個 各老 特朗普 他把特朗普寫進 在香港的樂劇裡頭 那 所以你 你聽到有一個樂劇家 把特朗普寫進 樂劇裡頭 然後聽到他在 這個2018年 他4月的時候 他上演了一齣劇 叫做《秦王弘江》 大家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這一個劇作家 的風格是怎麼樣 他或許 他寫的劇或許不會很難 但你會知道 他在這個時間面 寫作這樣的劇 他絕對是一個 投機的 他絕對 他的創作絕對不分是那種 創作而創作 他絕對是有一定的 這種投機的意味在裡頭 那 2018年4月的時候 這個戲劇 重新上演 而且是中國跟香港 一道腳共同演出的 那這個劇其實 不是在2018年創作的 這個劇是在2016年創作的 2016年的時候 那這個劇也曾經在中國 內地的東莞 跟香港同時上演 我講到這個地方 你會不會覺得很沉悶 但是反送中 為什麼會跟這個有關係 但如果你覺得分析 反送中的願榮光歸香港 有意義的話 那你說不定就會知道 就是說 就是分析香港的文化 現在到底是怎麼討論 心不死亡這件事情 或許也接入了容易一些 我們可能過去在 冠心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比較上關切的一個點 就是他的那個 他到底是怎樣 好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李軍力寫的 這個秦王鳳將的這個戲劇裡頭 他描繪的是另外一個版本 他描繪的是一個霸主 鞠躬偉絕 他很可能施政不好 施政有一點不是不顧名聲 不顧名情 但是他確實統一了中國 他確實有所貢獻 車同軌 書同文 那這是他的一個面向 那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頭 他就淡化了這個秦神皇 那個暴政使得萬起良 就是命喪長城的這樣的一個情節 他就是說是因為萬起良 會幫助那個一起修徒長城的工人 會行醫過度勞累 然後死了 那他安排的孟姜女 其實在一個意外的場合 曾經救過秦始皇 秦始皇初許 結果生病 然後孟姜女就是 在路邊把他撿回家裡 治了他 然後 但是 所以兩個人在那 很早的時候 就曾經故生傾訴 但是 他們彼此之間是代之離離的 秦始皇的確是 後來魂牽孟姨 那個曾經救過他的女生 但是呢 他在知道孟姜女的先生是萬起良 而且被徵召去修徒長城的時候 他就曾經要下令 要放這個萬起良回家 但有人從中作梗 所以萬起良死了 孟姜女後來就遜徒 那孟姜女遜徒的故事 就是對抗一個想 不但想要 不但躲走頭上去的信命 並且想要就是 發占他為妻的 這樣子一個暴君 將你最後訓徒 一方面是為了守戒 另外一方面是為了勸戒情侍法 所以皇帝 只要是做了皇帝 你是不是可以推翻他呢 一個釋切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遜到犧牲 好感化他 你注意到這個 裡面的這個主題了嗎 那 那當然這個小說 據說是源自於這個 那個阿瑪宮的故事 然後是改編自那個 秦始皇的阿瑪宮的 這樣一個故事 但你要知道就是 這一個對於秦始皇的 敘述方式 就是很 很happy的 如果你關心中國的統戰 你知道統戰的做法 不只是經濟統戰 宗教統戰 政治統戰 你會知道 就是一向那個農居政 就是台大的這個 台大的政治師教授所講的 中國的任何的政治作為 都會跟他的文化展演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去多看一些中國 近期裡面開設人群 電影 電影 這些東西是有很深刻的意義的 那所以接下來你就會發現 在中國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導演 他在講述秦始皇的故事的時候 也是非常 也是一個相同的語調 張秘謀 台灣大概不會有人忘記張秘謀 對吧 但他在這個 2002年的秦始皇 他在描寫秦始皇 從2002年的電影《英雄》的時候 他自出的是一個相同的 那個 過去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其實好像都是暴君 然後呢 就是 就是世人命無朝見 純粹長暴 純粹是把劉謀身邊 當成是公君 但是在張秘謀的 那個電影裡頭 他是把秦始皇 當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王 太雄才大略 所以他不在乎 就是小結 那這些小結 可能就是半老百姓的人命 好 那 所以在那個 在那個戲劇的那個 那個演出裡頭 在那個情節的演出裡頭 同樣有一個親始皇 不應待殺 親始皇其實 留著他事做好事 因為 那個春秋戰國時期 都非常的紛亂 然後所以大家就不想打了打去 那所以 所以 那個 戰爭非常的多 所以 有一個 中央集權的政府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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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始皇 他沒有那麼壞 是相同的一個語調 在描繪親始皇的時候 也是講述這件事情 然後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描述 和平 真正的一個基礎 必須建基在中央集權上面 必須建基在中央集權上面 和平的基礎在中央集權 那如果這個中央集權的政府 做了什麼事情是不對的 不好的 你的適當的反抗方式 是自我犧牲 苦見 你聽這個melody的時候 你覺得六四好像就是 六四天阿倫廣場上的學生 就是這個melody 六四有這樣的一種旋律 在他們的抗議運動裡面 好 那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投機的劇作家 而且他在2016年2014 雨傘運動完了以後 就是20 雨傘運動完了以後 雨傘革命 然後他2016年出版這個東西 而且他一旦寫出來以後 馬上就是在中國內地演出 並且在香港演出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他又再演一次 那我告訴你這個劇作家是不簡單的 因為這個劇作家他在演出的時候 他是找到了新光中國戲劇文化基金 跟廣州樂劇院聯合出演 2016年的時候就是這樣喔 然後呢 在這個2018年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就是那個聯合國的樂劇燈中年 他被指定 這齣戲劇被指定成是縣的作品 換言之就是大肆的演出 好 那我要再講就是說 這個故事很有趣 不單單是因為他是統戰的一個故事 更有趣的是 他也被當成是一個反抗的故事 所以香港人也把他們自己的 生命的這種悲痛寫進這個情節裡頭 那這不是香港人的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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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台灣的反抗的運動的歷程裡面 也曾經出現一位神學家 他也曾經使用孟佳明的獨創 然後他也嘗試跟這個獨創 來發展政治神學 誰呢 宋全勝 這是宋福 好 那 那 那他是1980年的時候寫這個 寫這個 寫這個 孟佳明的眼淚 英文就是Lady Nose Story Teardrops of Lady Nose 那那個 他的那個 那所以如果你記得的話 你就會發現1979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台灣 美利島事件呢 然後1980年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光宗事件啊 然後 然後他就在亞洲基督教協會裡頭 就是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他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知道宋全勝 你們有多少人知道宋全勝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 宋全勝其實是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台灣生學家 他是非常早期的 那他其實是 曾經在美國太平洋的神學院裡面任教 然後 他在那個時候 之所以會寫這個故事 是因為1979年 亞洲基督教協會 在菲律賓馬尼拉 舉辦了一個 這個協商會 在討論亞洲地區的支配的政治模式 與人民的運動 所以亞洲地區呢 非常很不幸的 我們亞洲地區有非常多的 在這個時期有非常多的極權政府 那 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們就在討論 就是亞洲地區的這些極權政府 不管是韓國的啦 台灣的啦 中國的啦 馬來西亞啦 菲律賓啦 印尼啦 他就在討論 這些國家的極權政府有哪些特色 他說這些極權政府呢 無意不強調國家的道德要求 國家對於人民是有道德要求的 要求國家紀律 要求國家統一 要求國家發展 然後強調政治的這種分裂的危害 那所以在第三波民主運動之後 西方立國主義的這個殖民下面 好不容易獨立的 亞洲地區的國家 很快就都陷入了這種軍事 獨裁政權的收益 而且這一類的軍事獨裁政權 他不是只是想到拳頭而已 他的拳頭要建立在道德的訴求 跟政黨身上 那 所以迫使那時候的亞洲地區的教會 不得不為英當時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局勢 那思考就是說 難道基督徒是不是只有說服一份嗎 因為在校長全都是神所設立的 所以你要說服他 我覺得香港最近非常熱烈 在討論那件事情 其實臺灣經常會在白色火鍋時期 也熱烈的討論那件事情 但這個熱烈討論這件事情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教會 都很喜歡討論這件事情 不但他是因為在基督教的聖誌裡面這樣講 在上面能夠是神所設立的 你要順利他 而是因為 在亞洲地區這些軍事集權的政府 很喜歡使用道德 作為他國家穩定的一個工具 好 那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對政治神學 那種很透徹的思想的 就是比較基要派信仰的 就是認為聖誌可以就是 抽空他的脈絡 就是直接拔出來 抽空他的歷史脈絡 抽空他的上下文脈絡 直接拔出來 沒有在他自己現在的處境呢 這一類的主流教會 都會附和這樣的論點 所以到後來在這一些的 集權的國家裡面 教會就是分裂的 用懷疑的形式 用懷疑的 就像香港現在有藍絲教會 有藍絲教會 然後在台灣 在百聖母故時期 有國語教會 有台語教會 然後在 然後他們的那個分裂的點 跟顏色其實無關 雖然我們都講它是黃藍分裂 或者是我們就說 也跟語言無關 雖然我們都是用國語台語去 分裂他們 但事實上 其實真正的那個分裂 都是在 他怎麼理解 聖經裡面的這些相關的 政治教訓 是他的政治立場 是這個教會 對於他怎麼看待政治 怎麼參與政治的這個立場 導致教會分裂 跟語言無關 跟顏色無關 那這一類的主流教會 又認為 上帝國民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你唯一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順服在上掌權的 因為他們不是空空配件的 那基督徒不應該公民抗民 不應該擔憂政治 好 然後他 然後他 當時他的屏幕是 與人民活在基督律裡的政治神學 換言 我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要講弄將弄 但是他想要講一種神學 他要講解釋 跟那種順服在上掌權的不一樣 他要說人民有 特別是順服 有權反抗 也應該公民抗民 好 那 那 就說來非常的特殊 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 為什麼會對 為什麼會開始研究 2018年 香港各種 那種輿論裡面 討論的秦始皇的原因 就是 我原本 就原本去香港之前 背道我求要寫一篇文章 就是那個 推崇 宋全身故事 對 金教神學的貢獻 那那篇文章沒有寫出來 所以就 老債就一路追過 追到了香港 然後在香港 我就 搜尋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奇特就是 為什麼 就是秦始皇的故事 竟然還有人 把他加以美化 你可以想像 德國人 現在有人在美化希特勒嗎 很 就這種事情很 是 如果他一旦被認為 他是一個暴君 他就過這麼多殘暴的事情 很難想像 會有人 認為這是一個值得 值得去 創作的素材 那 完全跳通事實 完全透過我們 我們過去對於這個史實的認定 重新寫一個故事 那 因此我就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宋全身故事 那個時候 在台灣北京島事件 韓國光州事件之後 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們 用英文講 中文版出版的時候 是哪一年呢 1989 只有四天啊 故事件 然後我們要求 在2019年寫一個文章 這個故事就已經跟走到香港 然後現在是反送走 我覺得這一切就是 有一個calling 對我而言啊 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這是一個calling 我們重新看這個故事 看了笨子氣一點 然後根據香港的經驗 重新看這個故事 那1989年 翻譯 重新出版的時候 那本書是在台灣的 您成長做 所以我弄掉您的眼淚 好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了解 cass song 那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 cass song的神學方法 絕大多數看到的 做神學的方式 都是從聖經出發 對嗎 從聖經出發 聖經這樣說 然後你從世經開始 然後你把這樣子的東西 嘗試運用在現在的社會裡頭 好一點的 世經學者會做歷史批判 會做經文批判 會做文本批判 然後呢 他會看他是不是能夠適用在 現在的社會裡頭 但糟糕一點的 我很不信的要這樣講 就是糟糕一點的通常都是發生在 我們改革中的教會裡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改革中說 信不接幾詞 天主教才沒有這樣 天主教說 聖經不可以亂結的 你要好好的去念神學 所以他們的講道路是 神 神父在講 但是改革中的信仰 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透過一個神父做終界 我們可以直接跟上帝溝通 那所以聖經也都是上帝所漠視的 所以那個萬靡皆祭司 其實就是萬靡 例如是說佛教我們也是祭司 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 所以所有的信徒 打開來看聖經 你就應該看到 你頭上帝的啟示 都對你寫的一論 好 然後就對糟糕的就是這一種 打開來看聖經說 我禁止男與男與女與女行 可證悟的事情 逆性的事情 就是反同志 反同性戀 反同性婚姻 好 這是一種 這就是聖經打開來 就是說 這個 拜託香港一定要制死他 殺人的一定要制死他 所以你接下來就是說 追台灣現在不可以廢徒死刑 就是最糟糕的就是這一種 但是這一種呢 就是非常普遍的 是在很多的教會裡面 特別是國語的教會裡頭 就是流傳聖光 如果你先有這種方式不正經 那你先去打開來 翻到文化書 再上床前的都是神所設立的 那個他們都是通通配件的 神所設立的 那就是 那就是上帝的代理 那所以其實你就是 你應該順服他 沒有第二條路 你順服上帝 就意味著你去順服他 那這也是最後的 不是這樣做 他不是聖經打開來的 我們從聖經的示意書開始 他是從人民的故事開始 所以他使用了 夢將你的眼淚這個故事 去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說 他說亞洲的神學工作 應該橋下把傳統神學的包袱 拋在那後 全心全力去擁抱 與人民活在紀錄裡 這種神學 你的神學如果沒有跟人民 活在一起 是為國家的 你要是稍微知道 中國現在使用的這種 宗教上關的條例 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特別區分這兩者 你的神學不是跟你的人民 在一起的神學是為國家服務 你的這種神學 就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所以西斯頓認為他不要這樣做 然後他可以採取了一種 故事神學的入境 就是再重新講述夢將民的故事 你能把夢將民的故事 跟亞洲人民 在集權社會以下的處境做連結 然後把聖經的經文編輯在其中 從而凸顯說 真正的基督教的政治神學 基督的十字架的政治神學 是與人民活在一起的 所以他這樣說 他說聖學是一種綜合藝術 是基於聖經的信息 回應我們人類生命的想法 從而釋述你要揮出生命的一個圖像 一個表象一個象徵很好 所以他說 上帝的故事都是人民的故事 上帝的故事 例如是屬於猶太人 淨土的故事 它是今日亞洲成千上萬人的故事 所以呢他在這個裡頭 他特別強調就是說 那個聖經也算是民間故事 所以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 都有他的解放的訊息 他都是上帝跟人 一起演出的戲劇 共同編織的這個成功故事 那他特別區分了亞洲的政治神學 跟拉丁美中的政治神學 應該走不一樣的無線 因為在他的認證裡面 拉丁美中的政治神學 實用暴力 實用武力 那他認為在亞洲的政治神學 能這麼做 他說亞洲的政治神學 是來自於羞辱受壓迫 遭遇窮困潦倒的人民 那他靠了解放的力量 不佔投保力 而是倫理的力量 你不要言之就是用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道德高低 香港人現在必須要佔據一個道德高低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行政的力量 你沒有司法的力量 你沒有軍事的力量 你沒有警察的力量 包括你的教育人員 你也都操縱在就是從九七被迴歸之後 就是建制派的首領 所以你需要靠的是倫理的力量 倫理的力量 那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說 我不反對武力 但是你的武力必須是 合固政治戰爭的原則 合固自衛的原則 我必須是最少限度的武力 那所以他說是肯淹淚 是肯淹淚 靠人民對自身跟其他人的悲慘欠慰所流出的淹淚 所以吹淚淹 的確是逼出了這樣子的淹淚 全香港的人都在乎 連貓狗 連雀鳥 連在這個家裡面 手在家裡面的這個 手在OK 裡面的這個家人 走到前線的勇武派 或是香港出事的最明顯的一個標準 就是不用 不要小朋友貼在前衝中後面的 我不要提及 我會自己苦 那你看到這個時候 你其實覺得很好笑又很心酸 我會自己苦 就像啊 這陣子哭的實在是夠多了 我沒有多到可以哭繃長城了 哭繃幾十黃的這個 極權統治的長城呢 好 做權政務司是相信的 雖然我可能沒有那麼相信 就是光靠 哭肚 哭繃這個情權的長城 但他在弄掉你的眼淚 那個書裡面 他相信 他相信 人員的眼淚 對於統治者赤裸有權利 會有力 他認為他自己這樣子的看法 不是阿肯之間 他認為這個看法是道成肉身的核心 他說 縱使不裁政權可以製造仇恨 下雨殺害並毀滅 但只有愛才能代表人類做最後的發言 他認為這就是 耶穌權利倫理跟政治神絕的總書裡面 好 那現在我們因為 我已經稍微講述完 C.S.宋的一個 一個脈絡 然後為什麼我對 秦始皇的這個故事有興趣 那接下來我必須稍微 對C.S.宋做一個反省 我覺得C.S.宋的這個 這個解釋方式 不是用相當 不適用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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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至少在兩件 兩個點上面 是有缺陷的 他的這個 政治神學的這個努力 在那個時候或許是非常OK 但是可能不適用現在的相當的逐境 那我必須講說 為什麼它不適用於現在相當的逐境 好 那我必須說就是 香港現在的逐境不是 不是跟內地的逐境 跟中國內地的逐境不一樣 香港現在的狀況其實是 跟內部殖民的狀況 也就是它被 它過去是被英國人殖民嘛 當然英國殖民 歸還 1997年歸還給香港 歸還給中國之後 中國也開始了一個 接收的浩大風塵 而這個接收的浩大風塵 它採取一個策略其實是 是非常像 英國主義的對其他地區的這種殖民的方式 它在培育一批 它在進行某種文化改造 就是劉細良 如果你們是來自香港 你們知道 那個劉細良存在的 獨立王位的人 他說 他說 香港人被英國殖民了將近150年 他已經非常習慣 英國的那種手法 公平 機會均等 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可是當他要被 歸還給中國的時候 他其實是歸還給一個 完全不同文化的一個地區 在這個文化裡面 就是你們如果 就是有比較多 那個接觸 現在是很多的電視節目 在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化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中國其實根本就是 非常封建的 非常封建的 所以他還有 八旗子弟 他還有十大元帥 他還有非常多的家居 然後他有太子黨 他有太孫黨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關係 你的出生 你的關係 決定了一切 所以你會看到 同樣都是被關在 理工大學裡面 有一個人 可以 順利的 光明正大 穿著很紅色的衣服 走出來 誰 朱鎔基的孫女 孫女 朱元 可是這不是有人說去講消息 有被印證是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這是真的 對 其實是真的 他們有說 朱鎔基 我知道有人在網上說 朱鎔基根本沒有 但事實上 就是 你去看朱鎔基的 他生的孩子 他生的孩子 他其實是 是這個 朱鎔基的兒子的女兒 所以包括香港 非常多的媒體 都承認這件事情 還有那個 進去帶他出來的 那個議員 都在後來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六個 說出了 所以他進去帶一個人出來 他進去那一隻 就是他那個朱鎔 朱鎔的名字 然後他帶出來誰 他是誰 他為什麼 為什麼 他是十八歲以上 他為什麼不用被帶你 他為什麼不用被帶你 好 所以 就這一個 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 收編這件事情 絕對不只是意味著 我要收編你的金融 經濟團體 所以要讓中國人來做CEO 香港很嚇人 收編不意味著 就是 扶植一票 配合政府勢力的 收編意味著是 最徹底的收編是意味著 你過去是被英國人養的 他看你是雜種 你現在要回歸中國 你必須要聽眾中國的這種文化特色 好 那 所以其實他 我之前有文章講的 說他其實就是 現在的這種香港警察 警察暴力的問題 之所以一直大 偉大無調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把 他要進行文化的收編 那他就必須使用 某種 這個 內部殖民的做法 用香港 治理香港 但是 這一批香港人 是 柏拉圖蓋吉斯之戒 裡面的那一位的對象 他擁有某些特權 就是蓋吉斯之戒是說 這個人手上帶了一個戒指 他只要把戒指的這個寶石 向內轉到他的手腳裡面的話 他就可以移生 所以這個蓋吉斯 後來就在維迪亞的那個地方 就是 奪位 殺了他的 那個 主上 娶了他的老婆 那 現在的情形其實就是這樣子 香港的警察可以不必帶 不必表現他的身份 然後他可以坐在 女的就坐在女性的頭上 男的就用他的膝蓋的那個 香港警察的護獎是可以 聽說是那個 你沒有鐵片 他可以直接踢破你的骨牌 然後他就是 他其實 他其實學過某些中國的 武警的武術 因為他是 他是 貴 用他全身的力量 跪在你的 脖子 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脆弱 所以他只要這樣子跪 然後那個地方又是有鐵板 然後他只要再移動一下 你的頸椎大概就 你的頸椎大概就會錯位了 好 所以 你就是 何必修老師有出生 跟你講說很多的影片 你上我路頭一下 你會發現 他使用的一些 武警的武力 就是不只是要治武 他是要讓你治他 就是你的手會被 這個地方 你的武頭可以被按碎成四塊 就是 那個 你看到他打你 你已經 躺在地上他打你 打你的腳的時候 他是要把你的武頭打碎 那 所以他其實就是 在這樣的一種文化收編 然後實施內部的殖民的策略裡頭 這一批警察 就是他扶植的那一批 就是以港人治港 是 但是是哪一種 黨人治港 是 徒因 順從中國的那種靠關係 順從黨藝的文化的黨人來治港 好 那所以 所以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 曾經參與過六四的一個人 蔡芬國 她就是在香港的時候 受苦的時候 她就指出 她說 就沒有錯 在這段時間裡面 很多的香港人 她坦到六四 但她說 你知道嗎 其實香港 中中運動跟六四是不一樣 有兩點不一樣 第一點是什麼 她說 八九年的學生 鄧小平已經宣布戒嚴了 他們都願意相信政府 但是 香港現在這一批 這一批龍武派 合理背後來變成龍武派的 是不相信政府的 好 不相信政府 那 她進一步就講說 那為什麼不相信政府呢 因為當年 八九年 在天安門廣場上面 的北京警察 是同情學運的 所以他們對待那些示威 他們的學生是 是好的 態度是好的 所以 中國 要血腥鎮壓 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使用北京的警察 他必須從外面找 其他的那個武警進來 甚至是軍隊進來 那 可是 香港警察對待示威 武衆的這種 種種的鎮壓 違反警力 違反 國際人權標準的執法 就是 是 很多人 難以想像的 難以想像的 那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說 那些都是武警 其實不是香港自己的 香港自己的 香港自己的 不會這樣對待香港人 但事實上 他現在蓋子師之界 葡萊姆的蓋子師之界 這個魔咒底下 其實已經沒有這回事了 已經沒有這回事了 跟他鄧明強 跑去中國的那個鄧明強 他其實還想要移進 木頭子子彈 那木頭子子彈 只要打中 就會斷木頭 而且他們是現在才說 他在反送中運動 剛開始的很早期 他就答應前線的警察說 他會引進更 更具威力的武器 更具威力的武器 好吧 那所以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覺得 我覺得 香港的情況 不能夠用 這也是從當年所講的 但是孟教人們也沒來解釋這件事情 這不只是一個情史皇和暴政的問題 就是中間有一票的人被扶植出來 來對付相當自己的人 那他可以做壞事 但卻不用受懲戒 甚至是受獎勵 是受獎勵 好 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了 對吧 那所以我就很快的講一下 那我要講的是說 就像可能當中有些人今天來的時候 會發現就是我們今天講政治神絕 也講得這麼久遠 從1980年代開始講起 好像 好像並不是 不恨跟期待是那個意思的錯誤 那我要講 宋全聖對於孟教女的眼淚 就是 他是非常厲害的神學家 在那個時期 你卻做出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 我覺得他的 的 這個神學的方法 有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他沒有 他太快直接進入一種 文學的編織手把 把亞洲人民的 受苦極權統治的故事 孟教女的 孟教女的故事 還有基督教的聖經裡面的訊息 就是 寫在一起 其實孟教女的眼淚 不是一個反抗的故事 他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那麼強烈反抗的故事 他甚至可能是一個 維穩的文本 這件事情特別在明代的時候 非常的凸顯 明代的時候 朱元璋上來 然後他就開始 在各地 特別是在 湖南 或者是 湖鄉一代 要屠職 可以 提 屠職一些宗教 深入民間的宗教 可以用來支持 封建金王體質 封建金王體質 所以孟教女的相關的信仰 在那個時候成立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廟 孟教女鬥志長成一個樣子 就是他非常的 他在信上面 絕對不開放 一女不適二夫 所以忠誠不能怎樣 適二者 這個王再來 這個皇上再來 你都不可以 搗到抖頭 你不可以 搗革命 你唯一的 確切的 可接受的反抗方法是什麼 就是 你要 犧牲 你要 慈見 然後那個 皇上 他說的病 就可以良心發現 他就會開始實施認證 好 那 因為他沒有做背後的文本的一個 歷史傳演的發展過程 其實 孟教女的眼淚 在這個歷史上面曾經出現過 非常多的傳演的過程 他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是 其實只是就是這個 非常簡單的故事 然後之後呢 就慢慢慢慢變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跳過這個部分 然後就是 你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再問 那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看到 這個故事 他是怎麼在這個 朝代元經的歷史過程當中 成功的從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反方的故事 變成是一個 唯一的文句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 都在這個 講這樣的故事的時候 這個故事卻沒有積極帶來 某種的反抗的力量集結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我覺得 我就是要講說 我覺得這個 他在用一個文宣的時候 處理這些 人民的故事的時候 他忽略了人民其實有非常多 複雜的組成 有一種人民是勇武派 有一種人民是和民非 還有一種人民是相當警察 是相當警察 所以即便這個故事 其實在Cist Zone所使用的 之家歌版本裡面 Lady Moon的這個故事裡頭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其實王的時候會要修長城 但是這個長城都一直貪一直貪 修了就貪修了就貪 然後之後呢 他就想該怎麼辦的時候 然後就有特事向他建議 要犧牲人命 犧牲一萬個人的人命 埋在這個長城下面 然後這個被犧牲的人命的靈魂 就會守備這一段的長城 不會貪 這個不是其實王想出來的點子 這是有一票人 和上帝想出來的點子 然後這一票人想出來 這個長城銀河 銀河的皇上之後 就開始出取捉人 那其實就是 通過社會學的相關分析 像Jack Scott 或者是其他人的相關分析 都會說其實這一類的人 人民還常出現 還非常常出現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無論就文本 他的演變的背景的歷史 或者就文本自身 以及人民的故事的深度解析 我覺得他的這個故事 沒辦法適用在下方 我知道我長講錯過了 我就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 謝謝 謝謝陳文山老師的分享 那 那我這個 我這個 就是擔用一下特許的階段 補充一下那個陳文山老師的一些 一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 宋泉陳老師的這個故事審選 其實台灣台灣也能到 因為我去年 因為某些金融剛好買了這個書 所以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來看看 這個書的書就叫故事審選 然後第二個 剛剛這個陳老師提到這個 秦始皇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整個秦始 這個呢 我叫他做秦始皇的形象 工程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才開始大規模地在進行 就是說要把秦始皇這個形象 把它塑造成 雖然他以前大家都當他是暴君 然後或者什麼樣 但是 但是其實他其實是對這個中國的同益 是有貢獻的 這個車風很舒服 這個東西是跟著習近平上台以後 整個國家意識形態之旗 這個轉變 這個內容方面的轉變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個轉變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需要 某種程度上 必須要在這個國民教育裡面 要把它排除掉的東西 就是陳盛跟吳廣的起義 那整個秦始皇的形象工程 再造到底是要做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 今年就 今年 他的答案要介紹 就是 中國的那個 已經開始把那個 陳盛跟吳廣的這個起義的故事 從同益教育的這個文本裡面也拿掉 因為這個陳盛跟吳廣 因為毛澤東說這個是 他說法應該什麼 封建社會當中第一次的同益起義 所以說這個東西 因為有毛澤東的認證 所以說陳盛跟吳廣的故事 對於那個 公民教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 我現在這個 其實那個政權 他其實是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拿到 所以說我會認為說 其實整個陳盛跟吳廣的形象工程 你知道嗎 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要能夠 去把這個要素給 給這個 至少是把它停留掉 就是大家 看陳盛跟吳廣的故事同時 其實你要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其實其實好像是 對中國朋友也很有貢獻的 但是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 剛剛老師也提到 張立某2022年的那個電影 比較多有 那個英雄 大家應該有 可能都有看過 就說 我覺得張立某導演 我們可以說他是個 基本主義者 但是我這個編輯要說 其實他是 整個中國形象工程 再造的先行者 然後 他卻也有一部電影叫做 這部電影也蠻有趣的 就是 雖然他的標誌比較多有 然後內容是在講 公平的政治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這部電影裡面 一個關鍵的 重點是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 他裡面那個 影射孫全的那個武王 他說 我才是佩國的天 其實影是假的主題 天才是電影真正的主題 只要有天怎麼會有影 那 這部電影 他所傳達的 模型的意識形態內容 其實 他就是說什麼叫做政治 這就是公平裡面那些 大家為了爭奪主義的東西 和平相當這種原種 社會運動 這個 這個不同的 這個 這個政治勢力的策略 然後結合 或者是說人民的問題 其實都不在那個 所謂的 具有中國特色的這個政治 中國的 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 其實就是只有爭奪主義的 這個公平政治的人 但是那個也不是重點 因為最後一定會有一個天 天之下是沒有主 我覺得 我去年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我們這位 中國 形象工程載造的先行者 已經為未來十年 中國的這個 一世前來工程 墊下了這個 基本的領路 或者說基礎 就是這樣 對 好 那我就不在那當日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要分享 或者是說覺得 有什麼提示可以討論 那我們各 就是讓大家盡量的來發言 好 不好意思 我想問可老師一個問題 你知道這一次的那個 反送後移動已經六個月 那我們也看到香港的媒體 非常盡責地在第一線報導 那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是說 這一次有五千多人被逮捕 然後有兩千多人的死亡 甚至發生非常多的被自殺 或者是被從高樓的丟下來 那我不太能理解是說 這些被消失的孩子 年輕人 甚至比較長者 他們的家長為什麼點聲音都沒有 因為我們唯一可以看到 家屬有聲音的是在禮道 禮道被圍起來 那個時候有一些家長在外面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六四的收視媒體 是一個封閉時代 因為中國可以封鎖所有的媒體 可是現在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都市 然後所有現在的網路媒體 跟自媒體 甚至交流記者 那我不太懂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跟這一隻反送後移動 被自殺或消失 沒有任何的家屬可以出來 為他找他的孩子 或者是沒有一個所謂的自救會 我直接有聯盟出來搶救這些孩子 那我的孩子到底被送到中國 或我的孩子是怎麼死 我不太懂這種氛圍 那剛剛老師有講說 那個後來到後接那個暴力 就越來越 就是怎麼講 就是那個勇武牌 就越來越暴力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是有很多的警察混入 勇武牌或合理會裡面 他在製造暴力 所以什麼去紮那個電 也沒有證據完全是證明是勇武牌 那這樣的警察混入那個暴力 誰要為這個暴力負責 是應該都是由勇武牌來負責嗎 還是說也沒有辦法先就一個 相當的警察在這次他們所製造的 一種那個混進去的暴力這樣 我有這兩個問題 我們再 還有沒有 我們再 再一回朋友吧 沒有 他們是不是先請 對 我覺得你問兩位 有沒有很重要 六月初的時候 六月初的時候有人自殺 第一個自殺是六、一、七之前在建築 或者很明顯 他就在看著他掉下來 後面好幾期自殺 其實是駕駛可以生養 但是很多情自殺的時候 比如說韓國大叔就完全不會跳下來 或者是他死人這麼多 他跟朋友的簡訊 你知道嗎 他很安心送送 所以前面有好幾期的人 是駕駛可以生養 但是大家都知道 人生還有跳臉會 那你講的話 所以後來大概七月的時候 開始傳染一些不正常的死活 不正常的死活 那甚至到八三一 講八三一後 如果真的有人死 香港人那麼小 人那麼少 怎麼會沒有家層過來宣傳 這是大家的人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覺得奇怪 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所以我總之沒有到處去宣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從十一月 陳彥宇那個事情 就開始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他其實就 我會游泳四、五歲女生 結果全國在海邊吃掉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危害 然後之前傳染他有去抗爭 然後結果他的媽媽 第二 後來有出現在DVV 講了一下 但是後來就消失 他媽還消失了 他媽就說 後來就說那個是他媽不知道 對 所以你說前面好幾期 大家可以執政出來 真的是 可能是被自殺 或者這個可能警察有關的死亡 其實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家屬 但是我要講陳彥宇這個事情 是說我後來被委員覺得說 這是有鬼 是因為 他為什麼消失 他媽為什麼消失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要讓一個人的家屬捏一口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是開始懷疑他 真正唯一跟警察有關 行動得到這死亡 就是周知德 但是周知德怎麼樣從警察上掉下來 他傷到頭 而死亡 警察到底有沒有禁逐 那個警察三個狀況是動不動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是個懸案 那你說警察被自殺的 都沒辦法查 所以我講的 你講的朋友說 大家一直覺得 我真的沒有死的機會 就嫁出一種人出來 對 那我無所之類是這樣子 我也是覺得沒有辦法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說警察後來 警察自己後來有一次 就是說他混物自衛者 然後無自衛者的時候 他一直在抹面啊 很黑啊 你可能一直溜氣都在幹嘛 那甚至有拍到 比較明顯拍到就是 你在地球站裡面破壞的 欸欸這警察嘛 最近被拍到好幾個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說實話 就有這種 煽動者 製造煽動者 然後駕駛 或者示威者 這個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權 都會使用的淡機 不過這一次 用得非常非常的平凡 那警察自己也覺得說 為了幫他來追求 那因為有 他也有拍到 就是他們都說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會被人就是說 第一個是這樣 就是說 我也認為說 有些用力的人 是他們去裝修 去炸電 去做火這些事實 但是這裡面 也有一些事情 他會進去 那我會覺得 就是說站在運動 之後我問過這個問題 說他們也不想要去做 好像好像 不是我們一個人 設計到這個運動的 主作是什麼 什麼核心啊 你不能 那你說這個 某種就是讓運動變得很脆弱 不會 因為任何一個最極端 他可以幫家裡 他如果做一個最極端的事情 比如說做出來 他把一個 避典反對他的一些人 把他幫我燒 那 那你也不核心 他可能會過這種事 所以這個運動 他要脆弱的地方 因為我們也很知道 你不能做核心的動作 但是反過來說 他說 已經不能這樣子了 所以我就在懷疑說 因為警察混亂去製造動彎 這個動彎的時候 你也可能就要被散播 那我會覺得另外 可以很真正的 也就是到時候 如果這些人 因為比較動的時候 會有一個暴露的這個习情罪 在法庭上的時候 做辯護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叫做辯護的理由 警察真的有來啊 所以你是被警察散播了嗎 我覺得是在這個節目 連上會 法律上就會 也許 我覺得法律上 我是可以來辯護的 那其他方面我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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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 我只能回答他講的 我不要講的 我滿意滿意的 我的… 我想 稍微再補充 想的是說 有一些統計是說 香港現在走上街頭的 有武漢 就是穿著這衣服被擺電舞台 有人… 有人的分析是說 他們大部分是比較來自於就是 破稅的家裡 或者是比較地下階層的家裡 那… 那甚至很可能是 本來沒有破稅 但是因為他走上街頭 所以他的家裡面的人 有亮解他 就是被… 他被他們家裡帶出去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接送的… 街放雪的 或者是那種異在的這些人 甚至是直接把他帶回家裡 讓他睡覺的 那… 那… 或許這樣子可以說 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好像… 呃… 他講的就是… 其實… 呃… 呃… 他被打上網 在柯爾被這個… 蘋果採訪的時候 就… 他媽媽就是說 他覺得那不是他媽 那… 後來的照片 也是現實成年齡 最後跟他媽媽拍照的時候 他媽媽是短頭髮 但是後來在蘋果出現的時候 很明顯他媽媽綁了一個媽尾 你就是… 女生頭髮要長到一個地步 才能綁馬尾 那… 顯然那個… 顯然就覺得說 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 他媽媽沒辦法跟他媽媽 長成那麼長 那… 總之就是現在他死的家人都沒有 這是一個事件 另外一個事件是 太子戰 831太子戰的時候 其實… 其實就有家人去找 然後… 好死不是被一個 德國外媒拍到 他… 他訪問了在831太子戰外面的 其中一個人 那個女人說 我的朋友 在那天失蹤了 他的爸爸媽媽來找他 結果現在他爸爸媽媽也失蹤了 那是一個德國的媒體才能找的 那Anyway就是說 那個… 你… 你現在就會發現 就是這種… 呃… 這種… 黑… 黑… 就是… 他們稱這個叫做 Silent Murder 就是… 靜默… 對對… 靜默殺人 或者是那個… 這種的政治謀殺的事件非常多 那太多的資訊顯示是不正常的 譬如說 警察的記錄裡面 他們當時在那個發現成人 一個實體的時候 是認為他是… 是要朝他殺的方向去爭敗的 沒有人自殺的時候這麼辛苦啦 你知道嗎 先把衣服脫光光 因為有人自殺的時候 還要先把兩隻手放到他的背後去 用一個… 不僅有的方式自殺嗎 沒有人這樣子辦案了 全世界的警察都不這樣辦案 那… 那… 他們就是發現了 就是… 這個紀錄經過兇趕 他是從… 原本認為是… 他殺的嫌疑要來偵犯 後來就是… 被趕成是無可疑 然後… 而且就是有非常多的… 這種… 發現屍體案 是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就寫出來 就是屍體現在被發現了 然後12分鐘之後 這個… 那個報… 報紙就… 電子報紙就刊登了 最好是我… 那個… 刊登還能夠綁入旁邊的路人 怎麼發現了 然後還能夠寫出來 那… 顯然就是你這個搞的 你一直先寫好的 而且很多地方就被火化了 對 然後很多的就是這種有可疑的 全部都被火化了 然後… 重點是以前 香港雖然也有很多是在海邊溺死的 但是這些海邊溺死的人 其實不是由於香港的水井 去打到失意的 香港水井是… 不屑於去做這種工作的 但現在幾乎全部都是被打到的 全部都是水井 就這種施政上面的細節的改變 新聞媒體怎麼播報 誰發現屍體的 然後… 發現屍體 或者影響警方的處理方式 相關的資料 有沒有經過修改 這些東西就引發 就是… 香港北大陸宿的人都認為 那個… 他們是被自殺的 所以… 雖然就是… 香港警察一再的驅散 就是太子站前面的這種… 獻花… 那個… 焚香… 祈禱的儀式 但是這個太子站 遠遠遠也是被複製 然後放在… 泉灣啊… 各式各樣的天橋上面 對… 好… 那我大概就是這樣… 不錯… 我們在看現場 還有沒有朋友 或什麼… 那個… 就是… 教員或者是… 呃… 覺得… 剛剛可能沒有特別 處理到的主題 還有沒有… 大家不要客氣 呃… 我… 廣東話我相信 就不是很好 啊… You might if I speak in English instead?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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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我所設的教會是分量了 其實那個教會是殖民主義 因為無論是香港現存所面對的 或者是過去所面對的 其實是一個主義 演藝主義本身 教會或者神學的神演 沒有真正的認真去天空 特別是西方 他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根源 主義的推動根源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反應就是 我們的神學有多少分子 就是已經被殖民主義 或者已經被殖民主義 或者被污染了 而這一方面呢 是影響我們現在所謂 大聖風教會裡面的各種 關係上 或者在這些大戰爭上 那些的 有沒有做到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就是譬如現在 香港一定有西方能夠好處 就是 是吧 但是他們看到日本的現象出來 是不是就是說 西方好啊 你們去支持 越景博那些訪問 或者怎樣 就是 現在 所以 有請的問題就是 我們 很多人都想要有一個 本身的 narrative 去解釋到現在的神學的進度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進度 可能 已經是存在的 就是說 就是 我有沒有再examen 我 無論是過去的靜民主義 或者現在的 再正運的 process 所引起的 公平的各種意義上 就是 所以 就是 作為一個神的群體 可以每個人的參與 以示到 就是這個 就是 教會呢 就是 對社會 就是 在一個 是非天主體的時候 代得分 就是 就是 對國家 對教會 對群體 都是有力氣的 那 我 summarize一下他的問題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基督教的神學 很需要做本色化的路線 但是 過去 基督教的神學 其實就是受於西方教會所主導的 那所以 其實他的這個神學 其實早就已經被 聖民主義所污染了 那這就是為什麼在香港的很多的教會 其實他們好像 沒有辦法就是 那個 有比較本色化的這樣的一種敘事 那 所以他的 問題就是說 到底怎麼樣子可以 就是 有更多這種本色化的神學的 努力跟嘗試去 去改變教會 現在的這種 好像就是 那樣子的一種世經 進行或運用經文的方式 這樣 OK 好 那 那 你要不要先講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受 的確是 就是 香港的神學教育 絕大多數是受 西 他們的 教育 絕大多數是受 那個西方的神學傳統 有很大的影響 那 從 香港自己人民的處境出發 去做神學的 我覺得 不是很多 我的感覺 不是很多 那 那 那個 那怎麼樣子解決 其實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因為 那是 香港的處境 政治處境的特殊情況 所以你會發現 香港在英國殖民的時期的時候 曾經有出現 六七暴動 那 然後 之後 他被規款給中國之後 那就是 一戰革命 一戰革命 反送中 然後 你在反送中的運動裡面 你會發現有非常多的 香港的 永樂派的青年 是舉著各式各樣的國旗的 就是 甚至就是 美國通過了那個 香港 民主及人權法案之後 就是 感恩節的那一天 其實是有一個 特別的聚會 是 是 就是 謝謝川普 就是我愛美國 然後 我愛川普 那 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這樣一個場地裡面是 都會覺得有點 就是 尷尬 會有點尷尬 那 要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 其實在川普選總統之前 我們大家都覺得他很差 我們覺得他有 他是 反對性倫益 有種族歧視 然後 講出一些那種非常荒誕的計畫 為什麼要在美末的邊界 族旗外的長城 而且不是只有台灣笑他 全世界都在笑他 連荷蘭都模仿他 說他們 他們不用租長城 他們有一個海邊的長城 可以阻止任何的移民進入 但是 他的確是在 就是 對中國的 這樣子的一種 不合理的貿易手段 然後 中國的這種 一帶一路 就是要取代美國霸權 這件事情上 是比其他的 之前的美國總統更勇敢 也更敢採取 跟這場尖銳的措施 所以 香港的 主體性 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我感覺他還在一個 擺盪的 過程裡頭 他在一個擺盪的過程裡頭 我覺得 或許在 反送中運動之後 就是 那個 香港人的 對自己 本土的一個相關認同 然後建立起來的 那樣的一個文化意識 會有助於 香港的神學界 去進行 一所某種程度的解釋 然後對這種 在籍民有一些 就是 具有抵抗意識的 神學樂述出來 那 其實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所在的神學院 從基學院的神學院 其實非常多的老師是站出來的 那 甚至 就是 可能有一些人 他原本是 清華的 他原本是 他的這個年紀 蠻像 他這個年紀的 像我們年紀五十歲 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們 以前很可能就是 參加過 有五數次的那個六四紀念 那個 跟他等寶場 維園集會的 他在某種程度上是 不會反對台灣 或是 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 那 這種人仍然有 但是我覺得這次 這種運動其實 帶來了很大的改變 就是 我發現 包括對於六十的論述 香港人 可能現在都 都有 都要保持某種的距離 特別是年輕的那一代 他開始 認為 就是說 每年都在 維園集會 根本就無助於解放 而且就是 維園集會 都是採取了 某種論述的策略 那種論述 都是 那個 國家的主權 是不可以被更改的 那這個國家雖然不好 但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 他就是 某種家庭論述的原型 被拿來 合理化 現在講的 這種政治嘲諷 就是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不好 你的爸爸會家暴 那你的怎麼樣呢 他就是你爸 就是得認了 就是 特別的辛苦 但是你也得認了 有這一類的這種論述 經常被拿出來論述 那 中國的 內地學生 在香港論述的 也喜歡使用這種家庭的論述 來論述 然後他們的論述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 爸爸媽媽雖然不好 但是 小孩怎麼會反抗爸爸媽媽呢 顯然 背後 以外服侍 顯然有人想要操控這件事情 顯然有人想要把手伸進來 小孩才會 像香港的年輕人這樣子 這麼樣子的反抗 我真的是聽到 內力聲這樣子講的 好 那所以 但是你會發現 同一種家庭的論述 在這種 在講到人民跟政治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就是不停的 就是不停的 repeat的被講出來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 過去清華的一些老師 當他站出來 討論 香港現在的情形的時候 他開始就是 揚氣這些家庭的論述 認為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不是一種父母對兒女 不是一種OK的關係 是人民有權 推翻法證 人民有權 就是重組政府的 那我覺得 所以我 我會這樣子說 就是香港生覺得 本色化 和本土化 有可能就是 在未來會變成是一個 非常值得期許的方向 對 這個其實我也有自己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有時候會覺得 或許十字書這個 就是說 剛剛先生所提到 那個所謂的簡直 或者是曲子民的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 我沒有辦法這個問題 是主在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像是那個宋全生 他這個團隊的故事神學 他其實這一套路子 其實他是 從這個 南美都能解放神學的 這種 這種做法來的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神學 要跟我的本地 邁流的這些 人民的痛苦 要十字結合在一起 對 就是說這個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 在人民當中的 基督這種理念 它應該是普世性 就是說 就是說 當然個別的社會 所以它可能面對的 有問題的 不一樣 但是 這個理念 應該是一個 一個 一個普遍 普遍性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光環在這裡 那 那 我去年看公英文書 叫做 這個就是一個神學 大學的一個神學 叫做 寫的叫做 那 在人民書裡面 它所討論的問題 比如說 它 對於這種 美國這種 新興的 特別是這種 新興跟這種 宗教 就是 復活外大 我們把聖經的一些東西 斷章取義 然後拿來做 反對 同性婚姻 反對 這個 經驗的一些 論述的這個 基礎 它對這個神學教授 對這件事 忘記 但對這件事 就這樣忘記 然後它就寫了一段書 就是在看 聖經教育裡面 有些東西 其實不能夠去做 某一些 扭曲的解釋 所以它那個人書 就是說 不意外明 就是不要 用愛 來 來當你的這個 這個名義 來 來 來形容我的 這個事實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看那個書以後 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是說 希望之間對於這種 檢討的一種 呃 是不是這個 教育 被扭虛 或者就是說 被 亂用 或者就是說 被 某一些特定的勢力 拿來操作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西方社會 它們也是有關心 其實我 也不算問題啦 只是說 這種 啊 如何在一個 本地社會的邁路當中 然後去 抱持這個 基督在人民的這個 裡面 可能不同的社會 有不同的 這個 需要去 光環 或者說需要去 去 去處理的問題 那 在這次香港 那香港的總統當中 某程度上 上因為它現在遇到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會看到一些 這種教會的努力 但是 我其實不太陽性的說 台灣 在這個事情上面的這種 這種 精湛或者說 這種實際的這種 這種 特別就是說 前幾年我們遇到的 這種 某些問題 等等問題 就是說教會的 很多的東西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看過 它其實扮演的 其實蠻重要的 一個社會 對 我又不小心 要講太多話 對 那我回來 那我回開 那我回開 如果一直到 在開支之前 我跟 何美省老師講的 我就說 你知道同性的 那個意思 它不是什麼道德的意思 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 就是包括 黃柯鮮老師都說 2018年 台灣的同性婚姻 就是 劣界長寡教會 然後 弄得這麼樣子的 沸沸揚揚 其實 就是 它跟 那個 它甚至影響到 就是台灣很多的國語教會 他們是會比較傾向於中國 然後你會發現在 在這個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裡面 信道的 信別的一體也被拿出來操作 譬如說陳子杰 就被操作說她是一個同志 她隱藏她同志身分然後跑出來 然後甚至講說那些反送中的女生 性生活很出檢點 然後就用這個 用信來安慰反送中的男生 所以這些一體都曾經被提出來 就是進行對這個運動的攻擊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是剛剛提到反送中運動 那個跟台灣的這個處境 2018年的處境的時候 我覺得是特別這件事情要提出來 那就很不幸的 就是台灣的一些教會 然後這一天的生活就慕重 慕火中燒 就台灣也沒找到現在都很敢這種事情 然後他們發表了一個什麼 台灣基督教年紅 對2020大選聲明 我真的是快 對不起 我不應該說我這麼快被他們氣死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台灣的情形 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就有很多的人說 那些 那些幾乎就是無理跳針 存立假消息 在教會那一群組裡面的這一些的人 他們很可能都是已經被紅色勢力滲透了 那所以是 現在回過頭來看 現在不是那個向西都承認了 2018年的一二次中國有介入嗎 所以你現在可能知道教會裡面傳的這些假消息 這些假消息到底真的是純粹是假消息嗎 還是有一些這個東西 有一些背後有些勢力在嘲諷 你現在想什麼你就更明白一點 有確定嗎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想問兩位老師就是有人在指說 因為我們知道凡宗中運動對台灣的民意 與民間大選還有各種的也造成大影響 有人從這個角度提出就所謂的運動有力的 這個角度的問題 我個人是覺得那有一點假信高的一種姿態 那就是想聽聽兩位老師的看法 比如說第一個層次是說 台灣人我們應該用這個來賣芒果乾 然後別人的苦痛 我們來某些人某些政治勢力 來獲取自己的利益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有些人認為說 好你既然就算你第一個階段 也不是你被控制的 總是你拿到的利益 好那你應該要拿出相對的回報 不然的話你就坐收起承 那從倫領標準上面 怎麼來檢驗這樣子的論斷 謝謝 所以時間關係我們就是最後一輪 那我們檢查的話 我們有沒有覺得說 還有什麼意見要討論 老師們好 6、5、5號上禮拜去香港 然後也跟那邊的一些老師做一些討論 那他們有一個寫的想法 是在這次約選舉以後 因為得票數是6個4 那其實表示中間選民的 慕同其目前的抗爭活動 所以他們做了這個選擇 但是有可能會產生一個中辦效應 在未來如果抗爭時區更好 那有一些人在問一個問題是 雖然他有很多的想法 不是站在第一線的游武派 他們也非常同行 那些游武派的招爭 也非常對於 板上中的所有武大使 都是逃避的 可是很多人在碰到一個困境 那個困境就是 如果中共跟黨府 不去做任何的改變的話 那因為美國也只能制裁那些 就讓那個人出去 那這個運動持續下去的話 對於未來的一個 香港中間選民的選擇 可能會產生長期的營養 就長期來說 可能還會有一種 反效應的產生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在你們怎麼去看這個運動 走到最後 最好的結果可能是什麼 這個你們都要請 是不是求婚禮就好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剛剛那個滅輝先生 我們在那個 那個在他們神師神學的時候 常常會提到 就是說 跟現代的國家的 這個組成 是主權在的 那 那 教會 或者聖經想要主權 在誰 那 中國的這個政治 直到今天 外面 都 比較缺乏主權在裡面的關係 他的主權是在祖宗 所以中國 中華 跟國家 國家認同 就是 變成是 血統啊 這個 這個族群認同 都在一起了 那 當初 英國要把 香港歸還給中國 也有人提到說 你應該是歸還給香港人民啊 應該是要把主權 歸還給香港人民 那就 不至於說 這個 中共 就用 主權這個至高無上的這個命 來 處理 他的 國內的政治問題 香港的 台灣的 那到現在 他唯一 中國唯一的 主張 而且可能台灣 香港應該很多人 在華人的主宗認同之下 還會 就是放棄 放棄自己是主權者 放棄國家是主義 不是 不是這個 政府的這個地方 那不曉得 在基督教宗學裡面 能不能 比較簡單的方式 都很快的能夠來 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你 那你就我請那個 分學問題請 老師回答 好 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另一個問題 我想應該講的是 兩位道 針對那個 五位的 我會就在這邊 發表那個演講 對 喔這不過 對 他會說明話的 所以意思是說 簡單講 MIROS講 有些香港人 評論人 覺得 台灣好像在山東 或 無論是言語 言語上 或者是 言論上 山東香港 目的是在 幫助 或者是增加 台灣的 民派勢力的政治資本 那 你說這是問 香港話就要 人的血脈頭 好像 台灣人叫香港 這意思有點講 講白話 台灣人叫香港 香港是港台獨的馬前 我會覺得 就這種講法 說實話說實話 是真的蠻惡的 超蠻惡的 因為那時候 如果是針對胡瑞的 大家知道他就是 一直是 鼓椎 也一直是 台灣人 那他怎麼會跟香港 打上線 是香港 那時候 在2014年 港大的大學生的報紙 叫學院 找他過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香港來找台灣 這個脈絡是這樣的 如果說這個事情 說香港 假設在雨傘運動前後 開始出現一些 不同於過去的政治想法 以前年輕的 本土派啊 一些不關 叫本土秩序 我叫做古派 其實是 一開始主動來學台灣 那我會覺得說 在台灣在這個脈絡裡面 其實沒有半一代的 揮握助來的功能 也沒有 也沒有能力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反而覺得 比較噁口是 竟然會有人把這個東西 拿過來講 其實 所以我覺得 你的問題是這樣的說 為了解 其他人教會 幫很多 協助物資的運送 送過去那一頁 那我知道 台灣也有很多人 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 其他人教會 他們不一樣 又是媒體工房報告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 要幫香港 其實用的國是可以 比較低調 但是或者是幫助 拿到什麼的協助 所以現在會不會 透過幫助這個 香港醫生 或者個人的政治開庭 還是實際上在提供 我覺得這個在實際上 的作為就有差別 我們會覺得說 後面這個城市 可能會比較重要 那如果是之前那個 比如說啊 香港不要幫助我們 自己去幫香港 幫忙衝動 在台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講 我們講 無銳的產生 你叫台灣民主主 有種 不是那種 血緣論的中華民主主義 所想像的那種 就是說 就是台灣要 多於中華民主主義的 投權任何 他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說 他希望 我們能夠從 近代中國 或者是說 國民黨 共產黨 那種族裔的 那種種族性的民主主義 回歸到現代國家建立的 我剛剛所講的 國民主權的 公民的民族主義 就是說 這個民族主義 這個詞翻譯 翻譯過來之後 就日文翻譯過來之後 在國民黨 共產黨操作之下 就把它變成是 炎黃子孫的國家 那這是非常嚴重的 影響到台灣 香港 中國的威武 所以重點 台灣的題材是 公民民族主義 不管台灣 香港 都應該走這個路 不要再重那個 族裔民族主義的 國民黨 他們宣傳的那種東西 用它尺寸 放在我們的國歌 跟國際歌迷 那種東西 好不好 這樣 我其實是因為 那個補充 我外邊共一 不銳的 我今天跟大家講 是罵不銳的 一套這樣發言 我不知道 不銳的 這樣 後面那位朋友 提到一個 我 我不會只有 什麼時候的自動 自打回來的 總白效力 但是過去是有一個第一題 兩千年三年 因為七一大遊戲之後 那一年 民族派的選擇非常好 但是在想 各一件 就被建制辦拿回去 那因為建制辦 慢慢開始隨會選擇 公正啊 開始知道什麼 買票送還來行 但是我會覺得是這樣子 很廣開看 就是說 重點是說 其實這個運動 運動完就是說 如果你有體制內的管道的話 你體制外的抗爭 反而都會被吸收在裡面 你看選舉前 一二之前 是蠻乖的 因為很多人在選擇 你不可能一邊選舉 一邊鬧事 那假設說 這樣問題的時候 像是區議會 是不是整體非常的低 那雖然過去幾次 比如說831 721 都有各地的區議會說 我們要提議來調查 還是什麼 但是都被政治辦理過去 但是你現在 你不該怎麼問 當然不用這個問 當然可以去調查 但是你區議會 你發作的調查 真的會讓你 譬如說警察都會有點違反 所以我 所以意思是說 按理來講 你體制內有的管道的話 你會讓這個反對運動 其他這個已經變成 一個香港民族運動 他一定要不要 跟你走體制內道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 沒有那個 太多的可能性 因為區議會畢竟 就算你法會 你過班 你其實不能做什麼 因為香港 到基本法 受到那個設計來講 其實民地法會的權限 是告不會涉嫌的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多少層 路上 香港的民族運動 配備體制內 也許搜 吸收 你自己目前外的問題之外 暴力統計體制 可是已經我覺得 今天不是看不太大 當然任何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一定會有效 結束的一天啊 今天都差不多 你會過面禁 但是只是不過 我覺得那個人情的下 也因為經過這次事件 之後 我覺得那個 路口面禁被抓 幾歲或幾歲 你看到的香港警察 就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剛剛長大之後 這個這已經回不去了 這等於是都回不去 香港警察 警察已經破壞到整個困 你不可能常見 所以我到覺得說 運動結束之後 這情況來講說 必須在運動結束的時候 大家都要飛過來啊 如果比如說香港再飛 可能就要反抗啊 但是過了五年 那個 我獲得很多機會想 一直在香港之內 衝擊 衝擊就是很大的 所以運動可能會有機會 但這個目標就埋在裡面 然後下一次 因為又是不是爆發 走到國軍或是 還在另外一個香港 所以體制內 就簡單講 體制內 我們目前看到體制內 可以到這裡的表情 所以這些問題 都可以承認一下老師 好 那我想稍微講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來談 就是香港的未來會如何收場 那我必須講 為什麼我們特別拜託 跟我們說老師來 因為我知道他在哪下 發生這個事情 那基本上我覺得 香港現在的運動路線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線 是要有國際關係的 那所以你會發現 黃之鋒和運師他們到日本 到聯合國 聯合國 聯合國 對然後到美國 到加拿大 然後到台灣 就是他們希望 能夠有更多的國家 對於香港的警察或官員 已經參與 可以把人權跟英主的事情 實施某一種的制裁 那這個制裁 那除了就是 他的 他在他們那邊的財產 會被 會被 沒收 或者是會被 這個禁止入境 那他們現在還希望 可以加拿 加拿就是像韓國版本 是說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警察 已經被指定了 結果你現在入境 警察跟警察跟家人 入境韓國 會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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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後他們甚至就是希望 可以就是直接告到國際 海牙法庭 那的確這件事情 會對香港人造成一些效應 香港的社會其實是還蠻 就是我說的 因為他有150年 作為自由港的 國際自由港的歷史 所以他們非常多的人 是同時擁有其他的護照 那他們也有很多的人 是把錢存在給的地方 然後在別的國家裡面是慘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 的確是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影響 就是包括這個鄧米強 他在就任之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們說他消失不見 回去美國 因為他的家人 想要在美國升起美國籍嘛 好那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國際戰線是值得關切的 而且他已經發展出很特殊的特性 所以我很希望 我們有老師能夠講 就是馬來西亞華人 看這件事情 好 那 那那個 那因為是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 香港的未來都能夠收藏 我在別的地方有講過 我覺得 就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長期抗戰的方式 才可能收藏 你需要一副武器 同時你需要國際社會 開始鼓起這一類的這種集體制裁 就像之前 整個國際社會集體制裁 南非一樣 制裁你 就是不買你的東西 拒絕進口你的東西 甚至我告訴你 我連踢踢球都不要給你踢 我拒絕跟你 在任何的這個場合裡面 跟你有什麼互動 南非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南非的黑人也是經歷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終於爭取到他們的出頭天 那我覺得是 香港的未來 會是非常類似一種情形 那我覺得香港人其實是有準備的 那街頭運動的路線 你會取消 那個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2號的時候 38萬人都上了街頭 然後 然後警察還是照樣施放 所以照樣那個 但他我覺得他會聰明一點的 他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會稍微聰明一點 就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香港很多 曾經參與六四的運動的人 說香港人說 跟六四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於說 當時的北京停場是同情學生的 所以學生即使在鄭小平宣布戒嚴了 他都還一直 一直還相信這個 還期待政府會改變 但香港現在都沒有人 那其實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警察 你就是代表政府的第一道防線 你就是直接在街頭 遇見這些香港的市民 所以你做這麼長 然後你又不被揪著 那所以他當然就是對政府毫無期待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街頭路線不能完全取消 但是我是期待的 非常深刻的期待就是 那個主力線會放在區議會的選舉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也說 就是區議會選舉 開始要雇用那些 因為支持反正中運動而失業的手足 同時他們就是說 接下來再一次選舉的非常重要的環節 未必會就是 未必會次次都能夠像這樣子 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未來 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現在選上的區議員 他到底能不能夠落去什麼根 他到底能不能夠證明說 我們這些香港人 那一些輕鬆的香港人不一樣的 我們這些香港人 我們是真的愛香港 是照顧香港的 我們有能力執政 我們有能力執政 那這件事情就變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有關於就是那個 風靈國族主義 大家都在講吳瑞仁 吳瑞仁 我希望吳瑞仁 接下來他會看到我講那件事情 吳瑞仁是我老師 我就直接這樣講 對 他講的你確是公民國族主義 但他講到一件事情 你真的不要以為 你講的是公民國族主義 你就可以獲得了一張免費的門票 就是一路通到底 絕大多數宣稱自己是公民國族主義的社會 他有沒有能力真誠的認識他在國內的少數人 少數族群 賦予他們公民的基本權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來看台灣在2017 2018 2019 對於同志議題的時候 的那一種不斷的跳針 翻來覆去 然後就是那種 那個五角漫長的樣子 你是不是真的對待你國內的每一個人 都賦予他獻榜公民平等權 這件事情不會 因為你宣稱你是公民國族主義 就是自動到位 就像相反 他現在也嘗試走這件事情 他們有非常多的國際關係學者 像那個陳旭輝 然後像那個邝建民 他們也是希望走這一條路線 但是呢 但是你如果看到那個回教清真寺 被那個藍色水道車炮打的時候 你去查閱香港社會 怎麼對待南亞人 那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其實佔總統的 差不多是百分之八的 population 但在公司的任職上面是佔百分之一 然後他居住的都是香港的左隆或新街的地區 所以這重慶大廈就是他非常重要的地方 然後你會發現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危機囉 所以我會覺得 水泡車泡打清真寺 其實是有那個 其實背後是有政府的算計在裡面的 因為很多的南亞人 在香港社會是屬於這種階層 所以他們其實經常被受負去從事一些黑道路的事情 所以香港之前有那個 那個陳駱輝嗎 你陳駱輝嗎 就是他在街上被 搖灰嗎 搖灰嗎 是另外一個 這是他 我一下子忘記他的名字 他被攻擊的時候 然後新聞告出來的就是堅持說 旁邊看到那個攻擊軍會候選人的那個人 都是南亞人 所以南亞人在香港社會裡面 長期以來的這個處境 所以他們甚至被講成是南亞軍團 南亞軍團 那 所以 那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政府好設 就是大家現在都不相信他是故設 那他如果不是故設 請問他的目的在哪裡 他的political goal是什麼 就是想要讓有武派的一些人 會說我們要來去裝修清晨寺嗎 然後製造族群之間的對比嘛 然後收邊南亞人進入警隊嘛 你會看到那個前前後後的這個順序都是這樣子 就那香港好像都會問的人 就會說什麼 南亞都是我們的手足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重慶 重慶黨下去 去擁抱他們 所以 就是 他們就是 這種素質 這種高素質的公民 就成功的化解了一場 政治 算起 跟 就是非常惡毒的計謀 那你就要 你就要想 就是台灣的公民社會 有沒有這樣子的高素質 有沒有這樣子的就是 就是那樣子的一種 就是屬於一個共同品 的那樣子的一種認同感 那就會決定台灣的公民社會 說要找公民國族主義 是不是真的能夠走得很順利講的公民國族主義 那我想稍微再提 其實提一下 就是 那個公民國族主義在神學上面怎麼做 好像我們絕大部分說都在講神權神權 好像很少講人權 其實 就是我2018年的時候講的 其實台灣的教會需要發展他的人權神權 好 然後就是 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教會過去在講 人權論述的時候 缺乏一個非常有歷史 社會脈絡的一個體認 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把人權理論拿來 就是 這也是非常粗暴的 把人權理論拿來 然後上面直接鬥爐上去 然後到最後就講 講成人權的時候 就把它講成是神權 然後完全缺乏了那個 人權理論興起的那個背景裡面 是要防止國際 國際暴力的 那個社會契約論的相關的那個背景跟認識 那到最後就變成是 你有 你有要講台灣建國 可是你的台灣建國 所以我就講得很奇怪 像那個 喜樂島那樣子 然後你講 那個 公靈國土主義 竟然不復 給予每一個公靈平等的 現場保障的權利 那個 你就要想要罵髒話 我的意思是說 要非常 教會要建構神學的時候 如果你不要走故事神學的路線 你想要走西方神學的路線 那你就應該要像波浮 然後盡量避免那種 腦袋降服的那種 那個政治神學的建構 好 我知道我這樣講完以後 會有一大堆的人討厭我 那 我稍微再講一下就是有關於香港的這個問題 就是台灣人在參與香港問題上面的運動倫理 我的確認為是要有一點運動倫理 那我不是針對吳瑞本人 我是針對台灣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其實我的感覺 他有把香港議題工具化的傾向 就是炒作芒果乾 但事實上並沒有因為香港議題 而改變了他從政的一種情懷 那所以我其實是非常的擔心 但是就是台灣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香港的困難還在持續 但是台灣的人已經就是會突見的忘卻 他對於香港問題的一個責任和使命了 我真的是很擔心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沒有錯台灣就是在炒作香港的事情 然後是造那種芒果乾 然後但是對於一個從政者應該如何關切人權 應該如何奉獻他自己去從事這種 那個對民主運動 對於其他國家的這種人權的支持 是沒有實力感 我很擔心啊 其實我坦白講 我不像胡說老師那麼樂觀 因為我覺得 從台灣2017、2018、2019 這些政治人物的表現 我真的都不覺得 我不覺得台灣現在台面上的這些政治人物 多有 多有使命感 我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講 我覺得台灣人如果真的是選完了以後 選完中逢大選以後 就忘記他對於香港人的一種使命 就是你要支持他們的民主運動 然後就是協助他們 我覺得那就是真的是非常王而努力 台灣在白色國務時期 包括高天香港老師 包括若維仁老師 那時候都在黑名單的時候 其實就是寄居在香港的 好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老師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周圈的大家 像香港熱混成 就是 然後我們時間就到了這樣子 這種場所大家通常都比較慢 對不對這樣子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 我們後面有一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印起來 印起來的這個 撐香港的這個 軍營的活動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那很 謝謝各位在今天這個 風光以媚的加入一下 然後來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 那我們最後是不是給 梁哥老師一點掌聲 謝謝你們